第2821章已先,证明三部天尊悍然出手,向着林涵抓了过去。因为不知道林涵的背景是否强大,他并没有下死手,只是想要拿下林涵。当然,若是证明林涵并没有什么后台,或是后台不强硬,那他肯定会随手拍死林涵。 敢和三部强者这么说话,就冲这态度非得干掉不可,你看,多少人都在笑话他呢,他丢不起这个脸。林涵运转第十符,整个人顿时散发出一股灵力无比的杀意,好像化身成为主凶,杀伐的白虎,凶威滔天,煞气都是化成了实质。 他以权银之,哼,毕十符再加上怒权之威,顿时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威力。一道冲击颇震荡开来,林涵身形一阵,但那名三部天尊却是直接飞了。 这,众人都是目瞪口呆,这不是在做梦吧,怎么会这般强力的,林涵却是清楚得很,这三部天尊虽然在力量上并不比他逊色多少,但出手太随意了,根本没有运转天尊符号或是秘法, 那怎么挡得下林涵一拳之威?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可怕的家伙?有人喃喃,简直就是妖怪啊,从哪里冒出来的? 林涵胆胆手,向着这支队伍的其他人仔细看了一下,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排队都是三部天尊,应该只有三部才有资格在这里排队,三部轮完了,才是二部,再是一部。 五道界等级森严,二部对一部是碾压,三部对二部也是碾压,就有了这样的场景。 林涵这个一部去排队,等于是坏了规矩,难怪会被针对。 他既然已经开战,自然也无所谓了,向着剩下那十余名三部天尊瞥了一眼,你们可想一战。 这些三部天尊没有一个应答,和林涵胆胆手只会亏,不会赚,为什么,赢了,三部打一部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半点荣耀。 可要是输了,那这脸就要丢到天边去了,堂堂三部天尊居然会输给一部,是实的啊。 放在之前任何时候,他们当然不会相信会有这样荒谬的事情,但现在他们心中升起了强烈的紧照。 这个一部,太妖孽了,哪怕之前那位三部因为太小看了林涵,并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实力来,但依然不能抹杀林涵强大的事实。 砰,一声俱响,只见一道人影从远处飞略而至,重重地落在了广场,掀起了一道强大的冲击坡,哪怕是二部天尊都需要全力以赴才能挡得下来,一部那就直接被震飞了。 是之前那名三部,他怒到了极致,被一名一部打飞,这是奇耻大辱。 以赵,死,现在不管林涵有什么背景,哪怕是七部天尊的独子,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之干掉。 呵呵,说得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林涵摇摇头,你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发怒的资格? 死,那三部天尊杀了出来,手上有一个模糊的符文亮起,这次他当然不会再重蹈覆彻,天尊符号密法都是同时运转了出来。 林涵还是以怒拳和地十伏相迎,他轰出一拳,拳净净是化成了一头白色的大虎,足有数百丈长,向着那三部天尊扑击而去。 砰,那三部徽掌相迎,可白虎有弱实质,竟是推动着他的身形滑退,不但退到了原来的位置,甚至还在向后退,显示出绝对的劣势。 那些三部都是看得目光一紧,林涵的力量更强一点,他们可以接受,但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林涵居然隔空一级就将三部阵退,这就夸张了。 至少的是四部的力量才有如此的碾压之威,但如果真是四部出手,那名三部就不是被震飞的结果,而是身体都要被震爆了。 这不是林涵的力量强到碾压的地步,而是他运转的密法或是天尊符号具有演化实质的能力,才会强得如此不可思议。 林涵也是亚然,没想到第十符还有这样的效果。 火气挺大的麻,再来打过,林涵向着那名三部勾勾手指,那三部满脸怒容,想要迎战吧,可想想自己全力出手都打不过林涵,那再出手也只是自取其入。 他的胸口急剧起伏着,好一会之后,他捏了捏拳头,转身走到一边坐下,不再吭声。 这口气他忍了,这个闷亏他也咽下了。 其他三部互看一眼,其中一人突然开口,道,小友的舞蹈天赋真是惊人,让我等佩服,所以,愿意让小友排在第一位。 咦,这么好,林涵想了想,道,那就谢谢了。 他走到最前面,静静等待,过了数天之后,只见人影一闪,这里已是多了一个人。 这是一名三部天尊,他满脸的失望之色,摇摇头,立刻大步而行,没有和谁打一下招呼。 闯关失败了,林涵身行一跃,已是进入了光门之中。 顿时,他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区域,有了在白虎殿的经验,林涵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他的意识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真身应该已经进入了宫殿,但若是他闯关失败,则会被驱退出去,就像刚才那名三部一样。 他打量了一下,这是一片火焰之地,朱雀属火,出现这样的环境并不意外。 不过,白虎和朱雀都是主公,只是白虎属精,代表着风锐,无敌不破,而朱雀代表的则是火焰,无物不焚。 好,那就再沾个痛快,砰,火焰扬动,化成了一个刺,杀。 在白虎殿那关,是永远不能退后,而到了这里则变成一个简单的杀刺。 要杀到何等的昏天暗地,砰,砰,砰,大地震动,前方出现了一尊庞大无比的金身人,足有百丈高,仿佛由金属铸成,无眼无口,脸上就是一块白白。 他很快就赶到,直接就伸出手臂向着灵涵按了过去。 他太过巨大了,这一急按下来就好像一座小山杂落,金光一动。 灵涵长笑一声,仍是展开怒拳迎上,他还没有将怒拳推进到三部级别,正需要高强度的战斗来提升权益。 砰,他迎上这一级,金属人顿时身形一阵,瞬间就瓦解了,化成了无数块碎片。 但仅仅只是一瞬间而已,这些碎片就立刻凝聚了起来,重新组成了他的身体。 砰,这金属人又是一级拍了过来,咦,还打不死了, 灵涵再起一拳,再次将金属人打飞,砰,身在半空之中,这金属人就再次被震碎,可同样地,他又立刻复原了过来。 第2822章朱雀符号,灵涵眉头一皱,虽然金属人还是被他一招秒,可他的力量却在提升。 第一次是一部级别的话,但现在就是二部了。 砰,金属人第三次袭来,还是一掌从天降,金光闪动, 要将灵涵生生砸死。 灵涵出拳相迎,砰,巨大的阵响之中,金属人竟是挡下了灵涵这一击。 散步的力量了,砰砰砰,金属人双拳暴动,对着灵涵不断递砸落,速度快得惊人,如同排山倒海一般。 这是在慢慢适应挑战者的力量,还是每被杀掉一次之后,他的力量就会提升一个层次, 要能这样一直提升下去的话,那怎么杀? 灵涵先不管这么多,对着这家伙人爆轰,既然他还没有将怒拳提升到三部级别, 不妨在这个家伙身上好好地磨砺。 两人大战,这金属人的攻击有些机械,有些套路,因此, 只是半炷香的时间都不到,他就被灵涵一拳轰在了胸口,直接在心脏处打出了一个窟窿。 他很快就恢复过来,双拳怒砸,力量赫然又提升了一些。 还好,这次的提升幅度并不大,并没有一脚跨境四部去,而是微微超过灵涵的地步。 这让战斗变得更加激烈,但灵涵毕竟是真正的人。 一炷香的时间后,他再次找到了一个破绽,将这金属人轰杀。 不出意料,他自然又恢复了,战战战战,每次被灵涵杀了之后,金属人便会增强一些,让他变得越来越难杀。 这倒是符合灵涵拳的心意,他也是要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白虎垫纳是敌人的数量足够多,而这里则是足够强了。 杀杀杀,他一遍遍地杀死金属人,但金属人也在变得越来越强,反击越来越灵力。 一年,十年,百年,七百多年后,灵涵虽然还能杀死金属人,但需要的时间是越来越长,而且自己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关键是,金属人每被轰杀之后会立刻复原,根本不给灵涵恢复的机会,一次两次没事,可几十次上百次之后,灵涵的压力也是山大。 灵涵相信,这一关绝不是要坚持多久的事情,否则只要和之前实力还没有如此之强的金属人缠斗就行了。 这一关的要只是,杀,要杀多少次才算合格,灵涵不知道,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杀了那金属人,也许这次杀了就能过关,也许还要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 这真是没有一个叛头,与白虎殿一样,很容易让人打着打着就失去了斗志,从而放弃了。 灵涵没有,他的战斗意志之强是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他就是一遍遍地牟利着怒拳,在过去了十几万年后,他有一种感觉,自己面临着一个突破口。 要能跨过去,怒拳就能提升到三步级别。 那就战个痛快,他长笑一声,疯狂出手,砰砰砰,很快金属人就被他再次轰杀,然而,他立刻又卷土重来,变得更加可怕。 灵涵要的就是对手的强,不够强大的话,他很难突破自我。 来吧,砰,然而,这一次金属人的战力已经无限接近四步,反过来压制了灵涵,一拳对轰中,灵涵只觉双臂一颤一痛,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弯折。 他的手臂断了,但他确实横都没有横上一声,意念一动中,力量贯注,将双臂强行挺直,再次与金属人对轰。 他咆哮着,力量沸腾,战意如歌,砰砰砰,他一连几千拳下去,顿时将那头金属人生生打爆。 他哈哈大笑,怒拳终于达到了三步级别,才让他大发审威。 然而,他看看自己的双手,两只拳头都是没有了,这是在之前激烈的对拼中生生磨灭掉的。 灵涵运转不灭天惊,双手立刻快速重生,不过,这一回那金属人没有再复活过来。 嗯,灵涵一愣之后,只觉一股大力牵引,翁,他出现在了一座宫殿之中。 通,体内的力量沸腾,让他有一种新生之感。 他过关了,所以神魂回到了身体,引发了力量的暴动。 灵涵内视几身,发现修为又有一定的提升,但这一次他只是在精神世界里度过了十几万年,现实时间自然没有多久,因此他的修为提升只有那么丁点。 灵涵并不在意,因为怒拳已经达到三步,配得上他的战力了。 而且,怒拳可是他玩完全全属于他的武道,比任何人传给他的天尊宝术都要好用。 在三步这个级别,灵涵相信这是对他来说最好的天尊术。 翁,他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块金色的骨头,这应该是一块盆骨,上面依然有模糊的符号。 传承来了,灵涵伸手去处,轰,顿时,一个字圆在他的市海中闪动,如同无数的火焰在燃烧,似要将他的市海都市化成火海。 次向天尊的声音再次响起,和白虎殿中所说的话完全一样。 灵涵开始揣摩这个符号,这需要的时间就涨了。 一万年过去,他才站了起来,脸上露出笑容。 第十一符,成,加持这个符号之后,灵涵的修炼速度可以提升十七倍,与第十符相当。 次向天尊说,四符合一,可以参悟出他的一门秘法,不过,那个神秘女子可以闯过白虎殿,那说不定也能通过青龙殿,玄武殿,嗯,从他当初走的方向来看,他去的应该是青龙殿。 他若拿走了青龙殿的符号,那就算剩下的玄武殿符号被我所得,我也不可能悟出那门秘法了。 可惜,可惜啊,灵涵摇摇头,这天尊符号虽然可以自行割舍,但那是要以斩掉是海一脚为代价的,对于天尊意识大伤,不管他付出什么代价,估计对方也不可能将青龙符号送给他的。 再说了,人家是四部,而且还是强横无比的四部,他要真敢这么提,说不定人家反过来将他炼化了,同样可以得到四项符号,得到那么秘法。 去玄武殿吧,灵涵站了起来,寻找到出口之后,他立刻离去,然后辨认一下方向之后,向着玄武殿行去。 没有多久,他就看到了第三座坟包。 他进入,目光扫过,只见巨大的广场上还是聚集着很多人,但这和白虎殿很像,众人并没有在排队,而是三三两两地分散着,看向宫殿的门口。 那里又有人封门,第2823章第一天才,灵涵叹了口气,怎么老有人干这样的事情。 他找人问了一下,原来这可不是第一批封门的人。 早在三万年前,这里就有四部强者封门,但随着他们的弟子后人感到,意识过都是无法过关之后,这些四部便也无奈离去,换另一个宫殿去试试。 但是,这批人走了之后,没过几千年又换了一批四部强者在那封门,他们也有后人弟子要过来。 灵涵摇摇头,还真是没完没了,这也可以看出天尊符号的珍贵性,四部不能自己获得,但可以寄希望在后人弟子身上,甚至可以在他们得到之后再生生抽取出来。 在天尊符号的诱惑之下,有什么不可抛弃的?在灵涵心中,心情是最最重要的,但在大部分天尊眼里,实力的提升才是他们唯一考虑的事情。 灵涵游目看,他在找平星海,能不能再坑对方一次?他一圈找下来,不由叹了口气,不在啊,若是平星海知道,估计会骂娘不止,你还真是赖上我了。 怎么办呢?连闯两关,得到了两个天尊符号的传承,灵涵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得到玄武殿的天尊符号,但进不去的话,那就休题了。 他绞尽脑之地想,可这次封门的四部赫然达到了七位之多,哪怕平星海真的来了,又被他忽悠着干了,他想要浑水沐浴的成功率依然近乎为零。 再说了,上过一次当后,平星海还会再灾到一次。人家没有这么蠢的,先等等看吧,灵涵在一边盘膝坐下,他是绝不会放弃得到这个天尊符号的。 这一座,就是两年时间过去,其间来来去去了许多人,有些老人无奈离去,有些新人则是仗着尸门。 家族背景想上去求个情,但皆被拒绝,无人可以进入宫殿。 灵涵突然心中一动,猛地睁开了双眼。 又有人来了,这是一个大人物,身上散发着可怕的气势,在他的身周化成了火焰般卷洞。 灵涵的眼睛不由地唯唯一眯,这是个老熟人。 庄飞锐,天尊符号出世,哪怕有人得到消息晚了,可只要得到消息的,肯定会过来看看。 近乎百万年的时间过去,庄飞锐的气势越发地沉稳,可怕,显然战力又有了相当的进步。 他是天纵奇才,当初有最强天才之称,只是后来深陷第二层的绝境之中,众人都以为他死了,又有灵幽怜,心气虎的横空出世,他才被见地遗忘。 但这并不能否认他的强大,现在绝对是四部中的霸主,少有人可以与他匹敌。 他一步一步有弱雷动,静止向着宫殿大门行去。 灵寒目光一亮,这是个机会,他悄然而动,但十分小心,因为只要让庄飞锐发现自己,那对方肯定会先来镇压他。 道友止步,一鸣四部将手一按,滚。 庄飞锐无比的霸气,四部之内,他无需理会任何人,看不惯直接出手就是,他是无敌的。 你过分了,又有一鸣四部说道,不滚,那就打飞你们,庄飞锐直接出手,向着那七鸣四部强者杀了过去。 大胆,那七鸣四部都是怒横,你也太狂了吧。 能够迈尽天尊,哪一个不是天纵奇才,已经没有什么王者逼者之分了,修为完全一样的话,那战力就应该是相当的。 你一个要打七个,不是找抽吗?七位四部强者漠不冷横,向着庄飞锐镇压而去。 砰砰砰,八人大战,然后让众人大叠眼镜,大吃一惊的是,庄飞锐不但没有落在下风,反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怎么可能,所有人都是惊呆,七位四部而且都是四部巅峰,联手之下居然不是一名四部的对手。 要知道,庄飞锐最多只是四部中席,可能还没有达到,战力怎么会这么猛的。 无上天才,有人颤声说道,这人是谁,嘿,你们连他都不知道,庄飞锐,几个纪元前的第一天才,什么,竟然是他,我怎么听说他早就死了,对,我也听说他死了,什么死了。 人家当初只是三部,但被困在域外战场的绝地几个纪元,非但没有陨落,反倒在进一步,迈进了四部。 嘶,这也太牛逼了,可不是,不愧是第一天才,众人纷纷惊呼,而在他们的惊叹之中,庄飞锐也是催枯拉朽般将七名四部全部轰敗。 在一步时修出了数十个位念之力,这样的优势将永远保持在任何一步之中,只是境界越高,优势会相对地削弱。 没办法,除了林涵之外,其他人都只是将位念之力凝成了和,有成长的极限。 庄飞锐顾叛四方,显得不可一世,他有这样的资格,因为他是第一天才,童街无敌,谁与争风。 臭屁,林涵在心中说了一句,这家伙大概忘了童街一战时被自己狠揍的场景了吧。 不过,没有了境界压制,庄飞锐确实强得一塌糊涂,五步步出,谁能镇压他。 嘶,一道人影从入口进来,现出了一道优美到无以复加的曲线,这是一个角色利人,哪怕在场诸人都是天尊级别,可诈看到他的时候还是有一种窒息之感。 林涵却是眼神一紧,这赫然是白虎殿中的那名神秘女子,强大的不可思议。 她已经获得了青龙殿的传承了吗?肯定是,不然不可能耗了她这么久的时间才过来的。 这角色利人轻迈连步,看似脚下飘飘,潇洒无比,可速度确实相当地快,很快就逼近了宫殿之门。 嗯,庄飞锐看了过去,露出一抹不满之色。她确实很欣赏这个利人的角色,但你不知道新来后到吗?她刚刚才把赌门的恶霸打翻,你一句话都不说就想要占了便宜。 她伸手一篮,道有,你不觉得要先向本尊征询一下意思吗?那神秘女子脚下围顿,上古一击,并非谁家谁家的,我为什么要问你的意思? 庄飞锐目光一立,道有,你过分了。她向来霸道,哪怕这女子角色无双又如何,违逆她的意思,她一样会无情镇压。 机会来了,灵涵悄然而行,她可是知道这神秘女子无比的强大,至少不会比庄飞锐弱,两人若是开战的话,就是她进入宫殿的最好机会。 那角色利人完全不理会庄飞锐,心外脸部,静止而行。第2824章根本不能比。 哼,庄飞锐出手,向着那角色利人抓了过去。 哼,角色利人轻轻一挥手,但无比可怕的力量涌动。 便见庄飞锐直接被拍飞了出去,瞬间就化为了一个小点,看不到了。 所有人都是张口结舌,好像见了鬼似的。 假的吧,庄飞锐已经那么强大了,以一己之力就镇压了七名四部,可面对这角色利人的时候,却根本不是一和之敌。 这女子,是什么怪物啊? 林涵也是一愣,她知道这女子很强很强,可强到这份上却是她没有想到的。 虽然做出了这样的壮举,但这角色利人却是毫不在意,仿佛只是胆了一下灰尘而已。 她反倒游牧一扫,很快就锁定在了林涵身上。 林涵顿时有一种老鼠被猫钉上的感觉,让她便体声寒。 这女子太强了,何必鬼鬼祟祟,这女子说道,还向着那旋转光门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林涵亚然,你就不怕我抢先一步得到了天尊符号。 不过,人家都已经这么邀请了,她好意思退缩吗? 她大步而行,走向了光门。 林、涵、庄飞锐已是从远方飞射回来,她立刻咬牙说道, 她是四步,一眼就能看穿林涵的伪装。 她想要出手,可那角色丽人的目光已是向着她看了过去, 顿时让她硬生生杀住了动作。 对方是四步巅峰,而且比她还要妖孽, 不知道凝聚了多少的未面之力,绝不是她可以匹敌的。 她若上前一战,那是自取其入。 可恶啊,此人身上有天尊符号,她是在必得, 而且还让她颜面扫地,她若不杀林涵, 将是终生伴随她的耻辱。 林涵走了过去,笑道,姑娘要与我比比。 没想到那角色丽人还真是点了点头,不错。 好,林涵答应得豪爽,人家女子都有这样的豪气, 明明可以驱走她,至少也能占个先机, 却给了她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她要还不敢应战的话,那也枉为男儿了。 两人齐齐迈腿,羞,他们便进入了光门之中。 这角色丽人一走,众人才终是回过了魂来, 从那无比压抑的气息中松弛了下来。 这女子,究竟是谁? 有人喃喃说道,也太强了吧, 连庄飞锐这个第一天才都能一掌拍飞。 天底下真有这样的人吗? 压抑的气氛渐渐消失, 众人都是充满了好奇, 这么强大的女人究竟是谁? 你们真想知道她是谁? 突然有人说道, 雨声悠悠,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是看了过去, 便是庄飞锐也不例外, 她太想知道这女子的身份了。 她,就是林幽莲, 思,全场所有人倒是倒抽凉器, 如果说庄飞锐只是她那个时代的第一天才, 那么林幽莲便是万古罪天才, 能够与她匹敌的便只有星期虎, 当然了, 后来又多了一个吴浩阳。 相比之下, 庄飞锐根本就是唯不足道, 林幽莲, 没想到她不但实力强的惊天洞地, 就是容貌也长得如此之美。 我若是取到她的话, 有人开始想入非非, 万古罪天骄, 名副其实, 便是庄飞锐都无话可说, 林幽莲可不只是境界比她略高, 武道天赋更要远远胜出, 面对这样的存在她除了福气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这样的绝力天骄, 谁可以揽入怀里呢? 庄飞锐一脚跨出, 毫不犹豫地进入了光门之中。 她天赋, 实力确实都不如林幽莲, 但机缘这种东西, 可不是实力强就一定可以得到的。 林寒发现自己又处在了一座平原之中, 但边上并没有那角色丽人的存在。 这是精神世界, 没有对方存在很正常, 双方的身体现在应该都在大殿之中, 边上有一面旗帜, 上面只写着一个字, 手。 林寒知道, 这是玄武殿, 所以考验的肯定是防御相关。 是什么呢? 嗯, 她心有警照, 猛地抬头看, 只见天空中有一大片的陨石落了下来, 向着她砸了下来。 真是一大片, 扑天盖地, 无处可躲。 她连忙运转怒拳, 对天狂轰, 砰砰砰, 一块块陨石碎开, 还没有落到她的身前就被震碎。 第一轮攻击, 完美解决, 但紧接着, 又是一大片的陨石轰落, 这次的威势更猛。 林寒想到朱雀殿的考验, 她知道, 这攻击肯定是在步步提升, 在寻找着她的极限, 然后在她的极限范围内狂轰乱炸, 这才叫做真正的考验。 她轻松化解了这一波, 但又是几波陨石落下之后, 她的极限也被逼了出来。 这下, 就算她以怒拳轰击也无法完全化解了, 还有大量陨石狂落, 迫使她运转出了不灭天惊来硬扛。 这才是玄武殿考验的主旨, 扛奏, 轰隆隆, 更多的陨石落下, 化成了无尽的浩劫。 凌涵豪情大发, 她不相信自己会挡不下来。 来, 陨石化成了雨, 一波又一波, 需要全力相抗。 在这样的攻击面前, 凌涵亦没有还手的资格, 只能运转不灭天惊硬扛。 不过, 不灭天惊只是一步所创, 有着巨大的局限性, 但从防御的角度来说, 还有什么比不灭天惊更好的呢? 凌涵在挨打之中也在进行明误, 改进不灭天惊中的不足, 以适应她现在的战力。 通隆隆, 陨石雨仿佛没有停歇的时候, 一波接着一波, 要将凌涵生生轰溃。 这是最最讨厌的地方, 如果知道需要扛下多少波就能结束, 那至少还有一个盼头, 可现在呢? 可能下一波之后就结束了, 也可能还要扛几万波, 足以让意志坚定之人都是放弃。 凌涵咬牙坚持, 这可不是战斗,而是挨打, 与她的舞蹈不符, 但为了那枚天尊符号, 更为了誓一誓自己的任性, 她不愿退缩。 时间不断地过去, 凌涵在不灭天惊的研究上不断地深入, 只是这部天惊并非她所创, 远没有怒拳的提升那么快。 这次,凌涵靠得真是抑制了, 她不断地发出怒吼, 一块块陨石砸在身上, 痛啊。 一千年, 一万年, 十万年, 直到过去了三十万年, 凌涵突然只觉全身一松, 然后就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 过关了, 与此同时, 她的身边立刻扬动起一股强烈的气息, 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凌忧连也通过了考验, 凌涵不由敬佩, 这么一个角色丽人也能扛得住三十万年的轰击, 一直真是惊人。 第2825张组合符号, 店中只有他们两个人, 凌涵并不惊奇, 就算有人中途进来, 但并没有抗住陨石瑜的冲击, 所以提前出局了。 嗡, 一块腿骨出现, 通体但金色, 有模糊的符号闪动。 凌涵伸出手去, 按在了腿骨上, 与此同时, 凌忧连也伸出先手, 同样点在了腿骨上。 一道豪光蹦射, 腿骨发出今天的豪光, 但这并非全部, 凌涵、凌忧连的誓海也跟着发光, 嗡嗡嗡, 他们的头顶心分别升腾出来共三个符号, 一枚化成了白虎, 一枚化成了猪穴, 一枚化成了青龙, 而腿骨中升腾出来的光也化成了一头玄武。 凌涵不由一争, 天尊符号不是只能传递不能传承的吗? 可他分明感应到了那枚青龙符号, 他完全可以掌握。 这是组合符号, 凌忧连开口, 四枚符文之间共鸣, 便能显化出来, 但也只是限于玄武符还没有消散的时候。 他顿了一下, 傅又道, 还不快快领悟, 时间可不多。 凌涵连忙一个凝神, 管他是什么原因呢? 他现在的重点就是把青龙、 玄武两个符号掌握了。 两人都是盘膝坐下, 将天尊符号牢牢地烙印在世海之中。 三天之后, 金色腿骨化为了无数的星星点点, 消失了。 不过凌涵却是露出满意之色, 他已经将青龙、 玄武两枚天尊符号都是烙印在了世海之中。 他不敢大意, 又开始揣摩起来, 凌忧连也是一样, 他的任务量更大, 要领悟的可是三枚符号。 时间悄然过去, 很快便是两万年之后了, 凌涵展开双眼, 四项符号, 他已经全部掌握了。 但依一个符号都能提升他17倍的修炼速度, 对于战力的提升也是一样, 但四个符号却可以在战斗中同时运转, 这就可怕了, 让他的力量直标39倍。 这是怎么回事, 四个符号若是可以叠加的话, 那不应该是68倍吗? 这39倍是什么意思? 而且, 天尊符号的效果是不能叠加的, 不管运转多少枚, 真正可以发挥威力的, 就是那最强的一枚。 这应该和组合符号有关吧? 林涵想到了林优廉之前所说, 在心中肯定地道, 只是人家现在还在闭幕冥想之中, 他不可能唤醒对方询问, 打断对方的领悟, 真要结下大仇了。 而且, 似乎林优廉早就料到他们共同开启第四枚天尊符号, 会让他们两个人都掌握了四项符, 所以对方才会特意照他一起进入光门, 同时接受考验, 完全同步。 林涵想了想, 决定继续闭关等林优廉, 他想要问个清楚。 他当然不会浪费时间, 因为四项天尊说了, 四枚符号进阶掌握的话, 可以从其中领悟出一门绝学。 他开始推演, 很快他就有了头绪, 缓慢进步着。 当九千年过去之后, 林涵猛地站了起来, 然后一拳轰出, 轰, 青龙白虎猪雀, 玄武巨线, 向着前方扑极而去。 四项画形, 威力暴涨, 林涵在同时运转四项符号, 第二次挥拳, 这回意象更加惊人, 四神兽都是画成了实质一般, 有毁天灭地的莫大气势。 这是秘法与四项符号同时运转, 威力真是惊人。 林涵非常佩服, 这是一位舞步天尊所创的绝学, 至少可以用到战力舞步的时候。 不过, 我的真正依赖是怒拳, 绝不能丢弃。 林涵一边练拳, 一边等着, 又是一千年过去, 林幽怜终是从冥想的状态下苏醒过来。 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能够回答你的, 我会尽量回答。 这女子第一句话就是如此说道, 似乎看透了林涵的心思。 女人这样聪明当真不好, 会让男人很没有成就感的。 林涵呵呵一笑, 敢问姑娘, 什么是组合符号? 据家父统计, 天尊符号一共有999枚, 若是可以完全掌握, 形成序列的话, 那每一枚符号之间都能共鸣, 发挥出无法想象的力量。 林幽怜说道, 她唯唯一顿, 又道, 不过, 就算没有将这些符号全部掌握, 可得到相邻的符号, 却依然能够产生共鸣, 形成力量增幅, 只是效果会差一些。 林含望了一下, 点点头, 难怪她同时运转四项符的时候, 力量不是提升17倍, 而是39倍。 她一争, 若是再能得到相邻的符号, 那战力不是可以提升50倍, 100倍, 1000倍吗? 你猜得没错, 林幽怜说道, 所以, 就算掌握的天尊符号数量相当, 层次相当, 可一方是连续的, 另一方却不是, 两者的战力也会出现巨大的差异。 她看了林含一眼, 又道, 既然开了这个头, 我就索性多说一些。 999个天尊符号, 共分为9个层次, 每个层次都是111个符号。 家父将之进行了排序, 第一层次的天尊符号, 对于战力的提升大概在4到10倍之间。 第二层次, 11倍到20倍之间, 以此类推, 第9层次就达到了81到90倍之间。 不过, 不要以为低层次的符号没用, 零优廉融色一素, 因为天尊符号的连续性和可组合性, 万万不能忽视了任何一枚天尊符号。 而且, 就算是低层次的符号, 只要可以组合, 那一起运转, 威力也是不容小觑。 林含点头, 她今天真是背上了一刻。 她心中对这个角色丽人的身份越加好奇, 到底是什么来头, 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隐秘的? 她忍不住问道, 敢问姑娘, 我们是不是之前见过? 堂堂四步, 而且还是能够碾压张飞锐这种超级特色, 天才的, 为什么会对她这个一步如此客气? 林幽怜淡淡一笑, 家父和家兄对林兄都是非常看好。 林含一愣, 突然心中涌起一个猜测, 道, 你是林幽怜。 除了这个天之交女外, 还有谁能够一招镇压张飞锐? 除了林落之外, 还有几个人能够知道原世界共有999个天尊符号。 知道组合符号这种秘密, 林幽怜淡淡一笑, 不错, 果然如此, 林含点点头, 心中则是一叹, 她又欠了林家一份情。 林兄, 你的猜测已经由周恒师兄告诉了家父, 家父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谁也不是狂乱, 不可能知道她究竟可以做到何等地步。 林幽怜肃荣说道, 家父让我转告林兄一句话, 再接再厉, 用潘高峰, 未来你必是平定狂乱之祸的重要一环。 第2826章好景, 不长, 林含唯唯有些受宠若惊, 堂堂七部天尊居然如此看好自己, 当初在狱外战场的时候, 林落就十分看好看重她, 给予了她许多方便, 周恒、楚浩、林肖阳三名弟子儿子更是给了她许多帮助, 她能够飞快地达到八重天, 那也是在林家修炼出来的, 正是谢谢林前辈的赏识了, 林寒说道, 鼓励吧, 我也很看好你, 林幽怜对着林寒点点头, 笑脸上充满了鼓励, 她顿了一下, 走吧, 两人很快就找到了出口, 卖出去之后, 已是出现在了一片平原之中, 林幽怜挥了挥手, 身形飘飘, 已是远去, 林寒不由生起一股感慨, 这些一般的人儿, 又有哪个男人可以让她驻足一看呢? 她摇摇头, 这可不关她的事情, 她已经有一个让她温暖的家庭了, 她离开了这个古墓, 无论是天尊符号还是隐藏在其中的秘书, 她都已经得到, 还留在那里做什么? 而且, 她的身份已经曝露, 肯定有强者盯上了她, 当然的立刻溜之大吉了, 她来到了天下第一武院, 见到了女皇诸人, 之前就约定好了, 万一失散了, 以后就在这里会合, 这一行人此次都没有什么收获, 不过得知林寒进的四枚天尊符号时, 他们也替林寒高兴, 可惜的是, 林寒并没有办法将四项术传给其他人, 因为这需要四枚天尊符号之缘, 没有的话, 一切休题, 走, 去看看女儿, 林寒笑道, 她和女皇改变一下容貌, 然后进入了武院, 不过, 他们转了一圈下来, 发现女儿仍是没有归来, 让林寒不由有些担心, 女儿太漂亮了, 会不会遇到什么不怀好心的男人, 她明明知道灵溪拥有准天尊的实力, 却仍是无比的担心, 这是一个父亲的特权, 我不放心, 林寒说道, 我要去找她, 吕黄比她洒泼得多, 但既然林寒决定要去找女儿, 她自然也不会拒绝, 他们出发, 一路寻找着线索, 许多年之后, 他们来到了一座小镇, 根据资料显示, 林溪在七年前曾经在这里落过脚, 距离女儿应该很近了, 据说, 林溪想要寻找一个古先王的医保, 这就是最可能的地点, 那我们在这里等等, 随时都可能遇到人, 林涵说道, 吕黄点头, 他们便在这里住下, 等待着与女儿的重逢, 林涵现在拥有了13个天尊符号, 一起运转的话, 她的修炼速度可以提升109倍, 这看似十分惊人, 可考虑到她体内的未面之力无穷无尽, 事实上修炼的速度依然很慢, 至少女皇的速度比她快得多, 如今已是一步后期, 距离巅峰也不远了, 林涵呢, 她刚刚摸到一步中期的门槛, 但距离跨越过去则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天尊符号啊, 她还要更多更多更多, 他们这一等, 就是37年, 这时间并不算长, 像林涵现在随便去一个地方探险, 那花上个几万年绝对是小意思, 这一天, 天地之间突然响起了惊雷, 大地聚颤, 仿佛天要她地要线, 林涵猛地睁开双眼, 向着远方眺望, 仿佛在远的地方都是难逃她的目光, 她露出一抹笑容, 但很快就凝结了, 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古怪, 但每一个经历过嫁女的父亲, 都会十分清楚这种表情代表着什么, 咦, 小夕还有一个同伴, 吕黄说道, 她看到了, 灵溪正在向着小镇的方向飞来, 但她并非一个人, 身边还有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 英气勃勃, 十分超凡, 这个王八蛋, 林寒楠楠, 她有一种杀人的冲动, 很快, 灵溪和那名男子便已经来到了小镇上方, 女皇发出一道神念, 灵溪顿时身形顿指, 灵师妹, 怎么了, 她边上的年轻人问道, 灵溪则是露出惊讶的表情, 我娘在这里, 不, 那年轻人连忙点点头, 那一定要去拜见一下伯母的, 两人落下身形, 已是出现在灵涵和女皇的客栈之前, 女皇率先走了出去, 这么多年没有看到女儿, 以她这么高冷的性格也是有些想念了, 娘, 灵溪投入了女皇的怀抱, 这么多年过去, 她也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姑娘了, 容貌完全不输女皇, 站在一起如病地莲花, 一样的美丽, 一样的风华绝代, 女皇轻抚一下女儿的长发, 至于那年轻人则被她华丽丽地无视了, 莫说这个年轻人现在跟灵溪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算成了她的女婿, 那她也肯定是爱理不理的, 绝对没有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的可能性, 娘, 爹爹呢, 灵溪问道, 吕黄用手向后上方一指, 在楼上, 咦, 那爹爹为什么不下来, 灵溪不懂, 在林家, 绝对是林涵最最宠着她, 现在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林涵居然还在楼上坐着, 她在生气, 吕黄笑道, 灵溪更加不明白了, 生气, 生啥气, 有什么好生气的, 她连忙向楼上跑, 我先去看看爹, 连那同伴也不管了, 在下郝景, 见过伯母, 那年轻人向着女皇做了一个衣, 显得不卑不亢, 她要么本身就是无比心高气傲, 要么就是有天大的背景, 否则只是一名准天尊而已, 如何敢在一步面前这么随意, 吕黄爱理不理, 除了林涵和女儿之外, 任何人在她眼里都是渣渣, 郝景讨了个没趣, 不由显得有些尴尬, 只好拿手摸了下鼻子, 楼上, 林溪一进门便看到林涵坐在椅子上, 但双眼紧闭, 好像睡着了似的, 她走了过去, 轻声道, 爹, 林涵不理, 但林溪又叫了几声之后, 她才睁开了双眼, 这么久了, 也不回家看上一看, 细而回去过, 不过, 凌晨已经不存在了, 林溪说道, 不过, 女儿知道爹恋你那么大的本事, 肯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 那是, 你爹, 林涵刚接上口, 想吹捧自己几句, 但立刻想到不能被这个丫头调离了方向, 她咳嗽一声, 道, 外面那的小子是谁, 林溪恍然大悟, 才知道父亲这声的是哪门子气, 吃醋了, 她不由好笑, 道, 只是五院中的一名师兄, 这次刚巧一起去古先王的遗迹中寻宝, 叫郝景, 郝景, 郝景不长, 林涵摇头, 这名字起得太烂了, 林溪不由无语, 您真是看人不顺眼, 连名字也爱着您了, 第2827章审问, 爹, 你不要误会, 我和那个郝景只是偶然遇到, 并没有什么的, 林溪笑着解释道, 真的, 林涵将信将疑, 真的, 林溪点头, 林涵这才笑了起来, 我就说嘛, 那个小白脸长得那么逊, 哪里配得上我宝贝女儿了, 林溪不由无语, 人家郝景也是大有背景的, 老子乃是一位武部天尊, 在武院中属于可以横着走的类型, 他自然也没有替郝景说话的意思, 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思, 别让老爹误会点意思出来, 他陪着林涵下楼, 只见郝景正尴尬地站着, 女皇风华绝代, 如姑月字少, 根本不屑搭理他, 让他有些坐立难安, 在下郝景, 拜见伯父大人, 郝景看到林涵时, 连忙走上前来施礼, 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 那个郝景不长, 林涵随口说道, 然后发现不能当着人家面说这个, 便改了下口, 郝景,郝景, 你是怎么跑来这里的? 他相信爱女对这个男人没有意思, 但这个郝景不长绝对打着女儿的主意, 所以他要防患于未然, 靠, 居然敢寄予他的小宝贝, 郝景不由脸色一黑, 他可是准天尊, 马上就要登入世间最最强大的序别之中, 你居然这么咒我, 但看在灵犀的份上, 他也不可能发作, 第二的话, 他也看不透林涵的实力, 只觉对方深沉如大海, 却又没有一丝的气息流转, 好像普通人似的, 这是因为林涵不像其他天尊那么直接将未面力量养在身体之中, 而是孕育在每一个细胞, 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原世界, 他自成一体, 当然不可能有一丝力量, 气息流转出来, 除非他有意为之, 伯父, 您真是爱开玩笑, 郝景笑道, 算是给自己化解一下尴尬, 然后道, 还真是巧, 我也想来这个古迹探险, 刚好碰到了林师妹, 林涵呵呵笑, 你不是准天尊麻, 还去仙王遗迹干什么, 能够让你提高, 郝景不由一顿, 但他的反应极快, 立刻又道, 不瞒伯父, 我是特意跟着林师妹去的, 这个古迹乃是九重天仙王所留, 可林师妹却只有四重天的修位, 我担心他遇到危险, 哟, 这话说得漂亮, 不但诚诚恳恳, 透露出了对于林希的关心, 隐约之间还在示爱, 却表现得无比自然, 哪怕林希无异于他, 也不可能拒绝他是不是, 花丛老手麻, 林寒心中更加不喜这个家伙, 他的女儿哪能交给这种人, 那收获如何, 他问道, 还算不错, 只是最后出到了那位九重天仙王布置的静置, 让整个古迹都是崩塌了, 郝景说得轻描淡写, 这是自然, 他乃是准天尊, 就算那位九重天仙王活过来都不可能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更何况是死后布下的后手了, 林寒有一搭没一搭地问, 差点将郝景的牢底都是全部翻了出来, 其实郝景的身世可说是相当惊人, 五步天尊的独子, 另外, 他本身也是相当非凡, 修炼不过三十多亿年, 就已经跨境了准天尊, 这有几个人做得到, 换了另一个四重天仙王, 被郝景这么追求的话, 估计早就交身交心了, 也只有灵溪了, 他看似田情无求, 可谷子却是和女皇一样骄傲, 这种级别的天才还不足以打动他, 至少, 郝景没有抓到那个点, 可以让他心动的, 女儿不喜欢, 灵涵也懒得多神好景了, 他看向灵溪, 乖女儿, 这次是不是回家住上几天? 好啊, 灵溪点头, 分离了这么多年, 她也该回家陪陪父母了, 那, 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出发, 灵涵挥了挥手, 女儿刚刚才经历了一场冒险, 自然地好好休息一下, 其实灵溪体内有一个小世界, 激发之后可以让他拥有准天尊的实力, 区区九重天仙王的不至于他而言又有什么危险, 会累吗, 需要休息吗, 可别忘了, 灵涵是一个父亲, 重其女儿来就是一个狂魔, 不能理喻的, 此人分别住下, 不过, 郝景很快就去找灵溪了, 灵师妹, 你父母还颇有威势的, 吓得我腿都软了, 郝景故意这么说道, 灵溪微笑, 我爹其实很少有严肃的时候, 很好说话的, 郝景富飞不已, 那也叫很好说话, 也就是对你吧, 他笑道, 在你爹的盘问下, 我小时候掏鸟窝的事情都是说了出来, 对了, 我还不知道伯父的名讳, 灵溪微微犹豫, 他自然知道灵涵是多么大的惹是惊, 现在五院中物资有些人对他牙痒痒的, 而据说, 严双卫面中想要拿下他父亲的强者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的, 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是灵涵女儿的身份, 不就是灵涵不想因为他当年闯下的祸, 得罪的人将账算到他的头上吗, 灵溪本意是不想说的, 但想想父亲都已经被对方碰到了, 而对方也是一片诚意, 他可以不接受对方的感情, 但欺骗却是不对的, 因此, 他考虑一下之后, 道, 我爹名为灵涵, 灵涵, 好景喃喃一句, 然后露出懒然之色, 不好意思灵师妹, 我并没有听说过伯父的大名, 灵溪倒是无所谓, 灵涵的恶名虽然在五院中还在流传, 但时间毕竟过去得太久, 当年的那帮学员要么已经战死了, 要么迈进了天尊位, 离开了五院, 如今确实没有多少学员还知道灵涵的名字, 好景没有听说灵涵的传说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 伯父应该是天尊吧, 好景问道, 虽然伯父气息不鲜, 却给我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灵溪点点头, 家父是一部天尊, 难怪了, 好景拍了一下大腿, 他又道, 伯母也是美若天仙, 难怪会生出灵师妹这么天仙式的人儿, 灵溪只是淡淡一笑, 他这个人天生天静, 对于这种恭维之言没啥感觉, 好景也知道自己这几马屁拍在了马腿上, 便笑了笑, 师妹, 你好好休息, 为兄先告退了, 好师兄请便, 灵溪很礼貌地将好景送了出去, 知, 房门关上, 好景脸上的笑容慢慢吞去, 然后眼神中拂过一道金光, 灵涵, 竟是灵涵, 真是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那个传说中的妖孽, 不过, 飞飞, 飞飞飞, 真是天赐良机, 他用只能自己听到的声音低语, 第2828章露出马脚, 怎么突然露出这么古怪的笑容, 吕黄问道, 灵涵摇摇手指, 我说, 某人真的要好景部长了, 你发现了什么, 吕黄问, 暂时还没有, 不过我会盯着的, 灵涵说道, 他当然不放心女儿与一个陌生男子同处一室, 不由自主就将神意投了过去, 以他的实力之强, 好景这个准天尊又怎么可能发现呢? 包括好景那自己没有人能够听到的低难, 同样被灵涵收在了耳里, 他的感应力太敏锐了, 明明知道我是谁, 却故意装作从来没有听说过, 就冲着点, 这小子就有问题, 灵涵说道, 不过, 我倒要看看他会耍出什么花招来, 吕黄无所谓, 他太骄傲了, 没有什么人或是是可以让他关注, 第二天, 他们仲又上路, 灵涵自然是不能毁了, 而且还不知道有没有被那些天尊仪器之下给毁了, 灵涵就随便找了一个地方住下, 开始重新建设了起来, 天尊造物, 一念之间, 很快, 又一座灵涵出现, 众人都是从空间神器, 仙气中出来, 自然各有各的事情要干, 灵涵其实没想这么快就安顿下来, 但为了试探郝景的真面目, 他决定给对方机会, 其实他不用这么麻烦, 拿下郝景直接逼问, 就不幸他不交代, 可灵涵决定光明磊落, 让赫景死得明明白白, 李就是闲的, 吕黄一针见血, 灵涵哈哈大笑, 他还真是闲的, 所以才会陪好景这么晚, 他当然不会浪费时间, 一般修炼着, 一边留意着有没有天尊符号出世, 虽然炎双卫念是唯一的超高等卫念, 但是原世界那么大, 肯定处处都有机缘, 灵涵自语, 可我只有一个人, 虽然可以穿梭卫念, 但触手伸不到其他卫念去, 那就算别的世界有天尊符号出世, 我却连消息都不知道, 又怎么得到, 能不能练大量的分身出来, 不需要有多强的实力, 只是用来探查消息, 灵涵怦然心动, 每个未念都有天尊, 而在漫长的岁月中, 肯定有不少天尊陨落了, 也许是冲击更高的境界失败而化道, 也许是在战斗中陨落的, 若干年后, 说不定就有他们的传承出世, 他是一个实干的人, 立刻就着手练至分身, 不需要天尊的实力, 九重天即可, 灵涵觉得自己要求不够, 可九重天先王就是放在岩霜未念都是顶尖级别了, 这还即可, 他分离自己的肉身, 注入一丝未念之力, 再分出一丁点神魂, 一个分身就凝成了, 这毕竟是随手练至出来的, 虽然有九重天的实力, 但最多只能持续一亿年, 之后, 未念之力消失, 肉身崩溃, 灵魂重归, 又要再来一次, 一亿年就要重新布置一下, 虽然有些麻烦, 但考虑到天尊符号的重要性, 确实完全值得, 灵魂造出了许多分身, 然后开始穿梭未念, 将分身一一放置在各个未念上, 他只去了高等和中等未念, 数量无穷的低等未念则被他无视了, 因为低等未念最多只能产生二部天尊, 而二部是没有资格修出天尊符号的, 除了他这种变态, 可他的实力却是三部, 而且还是因为走遍了原世界才修出来的, 只是固守在低等未念之中, 又怎么可能如此妖孽呢? 所以, 他就不浪费这个时间了, 一切都搞定之后, 灵魂回到了灵城, 虽然只是去了一千多个未念, 但也花去了灵魂近万年的时间, 这在灵城并非什么秘密, 毕竟城主一直没有现身, 好景可有什么异动, 灵魂问道, 没, 他十分谨慎, 虎妞说道, 灵魂离开之后, 就把监视好景部长的任务交给了他, 也只有他才能升任, 因为女皇根本不屑, 其他人又实力不够, 而虎妞的话, 这么好玩的事情他怎么能够错过? 好, 现在我来接班, 灵魂笑道, 不, 妞也要继续玩, 一起一起, 虎妞兴致勃勃, 这要让其他天尊知道了, 肯定要说他们不务正业, 一个是二部天尊, 另一个则是拥有三部的战力, 可居然就跟一个准天尊号上了, 未免也太看得起对方了吧? 其实灵魂现在也没啥事好干, 修炼在进行, 分身也都放出去了, 有什么异动他都会知道, 那就找点事情来干干呗。 好景很沉的住气, 一直没有什么异动, 而且非常规矩, 与灵溪相处的时候十分手礼, 只是保持在师兄师妹的关系之下, 毫不着急。 不过, 带了一万多年, 灵溪也要求重归五院, 总不能一直在家吧。 灵韩想了想, 便没有阻拦, 但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让女儿再带十年。 灵溪不由哭笑不得, 这个爹爹怎么有时候像个小孩似的, 这也要讨价还价的, 不过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没过几天, 好景有行动了, 他悄然离开了凌晨, 来到一座山林之中, 然后取出一张信符, 道, 罗师兄,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就快要成功了, 一个声音从信符中传了出来, 带着一丝不满之色, 好师弟, 不是说过了吗? 为了谨慎起见, 在我赶到之前, 我们不再联系的。 情况有变, 灵溪会在十年之后回凌晨,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好景说道, 你必须在十年之内赶到。 我尽量, 对面的人说道, 他顿了一下, 突然笑道, 赫师弟, 那对母女花究竟有多么迷人, 你居然为了他们连天尊符号都舍得, 让给为兄, 这你就不用管了, 想要天尊符号的话, 立刻带着那东西来。 可景不悦地道, 好好好, 谁让你是师尊的儿子呢? 为兄就是给你跑腿的命。 对面那人说道, 好了, 我会尽早赶到。 吃, 这张信符顿时燃烧起来, 化成了灰烬, 好景拍了拍手, 这是他父亲特制的信符, 可以让他与师兄以及他老子联系。 哼, 若非父亲正在闭关, 无法联系上, 这样的好事会便宜你。 他吃了一声, 转头看向灵城的方向, 眼神现出一抹际鱼之色。 咻, 他展开身形, 向着灵城回去, 他走了之后, 不远处现出了灵寒和虎妞的身影来。 呀, 妞想起来了, 差不多一万年前的时候, 这家伙就和那个什么罗师兄联系过, 让他去找什么血泥的。 虎妞偏着脑袋想了一阵, 突然拍手说道, 这的丫头, 办事怎地还是如此不靠谱呢? 第2829章偷听, 灵寒叹了口气, 虎妞还是那个虎妞, 果然是个爱玩的主, 不能让人放心啊。 他看着好景消失的地方, 目光中散发着寒意。 一直盯着好景, 是他天然反感任何敢打女儿主义的人, 但他没有想到, 好景这么胆大包天, 不但对灵溪怀有野心, 甚至连女皇也寄予上了, 还打着他身上天尊符号的主义。 这个好景不常显然知道我的实力, 所以, 他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请动了那什么罗师兄, 罗同方吧, 之前听他说过, 有一个一部的师兄。 灵寒自语道, 一部当然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所以罗同方便没有直接过来, 而是去弄什么血泥。 这玩意可以伤害到我, 甚至杀了我, 灵寒推测着, 虽然他对于自己有强烈的信心, 但也不可能阴往危险里钻。 要不要现在就拿下他, 虎妞兴致勃勃, 不, 等那的罗师兄来了, 一起拿下, 灵寒说道, 他张开神室, 笼罩着整的灵城, 哪怕一部再怎么掩藏气息, 他都可以立刻发觉。 这天尊一旦认真起来, 谁能欺之? 四年之后, 灵寒突然心中一动, 他看到一名天尊进入了城中, 对方卫装得很好, 化成了一颗唯粒, 附着在进城的一辆火车上, 又走了差不多一个时辰之后, 这才化成一个声援镜的舞者, 走向了承熙。 灵寒露出一抹冷笑, 豪景每天都会到承熙的一座茶楼坐上一会, 显然, 两人约定了在那里碰头。 他与虎妞悄然而动, 也去了那里。 果然, 这名天尊与豪景很快就碰上了头, 进入了一间包厢。 他们十分谨慎, 在房间里布下了静置, 不会让话语传出分毫。 正常情况下, 便是五部天尊一部可能偷听得到他们在说什么, 除非强行打进去, 那就不叫偷听了。 但是, 谁让林涵早就盯上豪景了? 他更早一步在整个茶楼都是布下了手段, 因此, 那二人虽然布下了静置, 却是施加在了林涵之前的手段上, 等于白费利器。 当然了, 这也是林涵, 实力远超这二人, 否则豪景也就算了, 那名一部一定可以看出端倪来。 现在这二人就十分放心, 在那说了起来, 好师弟, 这一叠有些年头了, 你也迈进了准天尊, 等师尊出关看到了, 必然会十分开心。 那一部天尊说道, 他就是罗同方罗师兄, 好景呵呵一笑, 谢谢罗师兄的夸奖, 但准天尊终是带个准字, 远不能与罗师兄相比。 这话说的, 成为准天尊之后, 一部还远吗? 罗同方笑道, 真是啰嗦, 还不进入正题, 虎妞忍不住吐槽, 将小拳头捏得紧紧的, 不怕我们这些观众骂脱戏吗? 这要引起重怒的。 林涵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有点耐心。 他们可以随便说话, 根本不用担心被里面二人听到。 果然, 没过一会, 房中二人开始说到了正题。 东西弄到了, 好景问道, 语气终居然有些紧张, 显然他太过在乎了。 呵呵, 师弟这么千兵万主, 伪兄能不办到吗? 罗同方笑道, 不过, 对付一个一步而已, 需要这么大的阵仗。 好景摇摇头, 罗师兄, 你可千万不小看了那的灵涵, 这个人不得了, 虽然只是一步, 却可以立敌三步, 是绝对的妖孽。 真的假的, 罗同方露出怀疑之色, 一步可以匹敌三步, 世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 罗师兄之前不是在冲击准天尊, 就是为了一步在闭关, 所以对外面的事情缺乏了解也正常。 好景点点头, 不过, 我可以十分肯定必说, 灵涵的妖孽只在我的了解之上。 罗同方点点头, 虽然他仍是不怎么相信, 但他知道好景并非信口开河的人。 那, 就算是这血泥又奈何得了他吗? 他反倒担心起来了, 好景露出冷笑, 那可是一味四步天尊中了狂乱的手段, 浑身所有血肉都是化成了血泥, 具有可怕的腐蚀力, 连我父亲都是十分忌惮, 说五步亦可能终招。 杀一步, 亦如反掌, 而且, 只要数量运用得当, 这血泥还能让天尊百吉缠身, 必须用所有的力量去对抗, 本身却如同毫无伏击之力。 罗同方摇摇头, 师弟, 你这好色的毛病怎么一直改不掉, 否则的话, 你的成就早就超过我了。 好景却是哈哈一笑, 师兄, 人若是只有修炼, 那给了你不朽的生命又如何? 将灵寒杀死, 你负责抽取她的灵魂, 炼化出天尊符号, 而我则负责救人, 灵溪那小丫头肯定会为我感动, 却不知, 她那被掳走的母亲却成了我的奴隶, 任我摆步玩弄。 好景双眼发光, 罗同方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她其实是看不起这个一心女色的师弟, 可谁让这是她师父的独子呢? 什么时候行动, 她问, 尽快, 好景道, 我现在算是彻底打入了灵家, 没有人会怀疑我, 根本不会想到, 我会在他们的食物中下毒。 咦, 都成天尊了, 还需要吃东西, 罗同方惊讶, 你不知道, 这一家都是吃货, 外面, 灵寒不由无语, 一般人对她的评价都是魔王, 妖孽变态之类, 吃货。 哎, 虎妞却是哈哈大笑, 妞就是吃货, 然后, 她容色一冷, 露出了杀气, 灵寒, 我们去杀了这两个坏家伙吧。 灵寒点头, 好, 她一直没有动手, 就是在等罗同方的到来, 现在正主已到, 也完全了解了他们的底牌, 那自然不用客气了。 好景和罗同方还在说着细节问题, 却听房门扣扣扣地想了起来,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都是露出了哑然之色。 谁, 我来, 罗同方走过去开门, 支地一声, 房门打开,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男子, 边上还有一个美丽到无法形容的少女, 可眉眼之间全是顽皮之色。 李氏, 她沉吟着问, 现在她还是卫装成了声援镜的修为, 散发出来的气息, 并不是很强大。 林, 林涵, 好景却是在后面看了个清楚, 不由地脸色俱变, 正在商量着怎么害人, 可对方却是突然出现在门口, 怎么能不让她动容? 通, 罗同方立刻放开修为, 一部的气息如同大海一般狂眷。 第2830章血泥, 林涵是吧, 久仰大名了。 罗同方说道, 她恢复了一部的气势, 带着强烈的自信。 天尊, 哪一个不是最天才, 同样是一部, 谁又比谁弱。 所以, 罗同方虽然同意好景的做法, 以血泥进行暗算, 可她内心还是骄傲的, 认为即使不用这样的手段, 她也可以震得住林涵。 砰, 可好景确实做了一个让罗同方完全没有想到的举动, 她直接破开了墙, 身形几射, 逃之夭夭。 这, 罗同方又气又怒, 好景会有这样的举动, 说明对方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战胜林涵, 甚至连对抗的资格都没有, 这才会第一时间讨断。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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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同方气死了, 她森然看着林涵, 心到若是自己摘下林涵的脑袋, 丢到好景面前的时候, 这个家伙的脸上又会是什么表情? 喂喂喂, 不要胡思乱想, 林涵笑道, 她并没有追及好景, 因为虎妞已经去了。 二不出手, 还能让准天尊逃了的话, 那真是好笑了。 以为谁都是林涵吗? 林涵, 同街一战, 我罗同方不输任何人。 罗同方自信满满地说道, 哦, 林涵点点头, 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 你给我去死。 罗同方出手, 嗡, 她的手上立刻有天尊符号闪动, 那是传世七符号之一, 可以加持她四倍的力量。 同一时间, 她也运转了一门秘法, 背后有一头血狼浮现, 仰天长笑, 召唤出了一轮血月, 散发着无尽的七冷和孤爵。 通, 血狼吞跃, 而罗同方也推动着这一击袭来, 右手探出, 化成了一只狼爪, 有无肩不摧之威。 林涵摇摇头, 很是随意地一拍, 啪, 这一掌根本不可抵挡。 罗同方轰出的手臂首先被拍断, 然后顺时按在了她的胸口, 恐怖的力量暴涌, 将她的胸膛也瞬间轰碎。 罗同方的脸上全是震惊之色,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林涵, 哼, 整个身体都是四分五裂, 头是头, 脚是脚, 手是手。 同样是一部天尊, 她居然不是林涵的一和之敌。 她终是明白了, 为什么好景一看到林涵就逃之夭夭, 因为对方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林涵的对手。 这差距, 大到天边去了, 她满脸的湿魂落魄, 同样是一部天尊, 她怎么会比林涵差了那么多? 林涵自然不会在意她的想法, 从对方的身上很快就搜出了一件空间掀起, 然后用绳势一扫, 她取出了一支玉瓶。 本能地, 她感觉这里面的东西十分可怕, 让她悸动, 绝对不想碰一下。 这就是被狂乱腐蚀的天尊血肉。 林涵小心翼翼地拔开平赛, 只见有一丝丝黑气冒出来, 演化出各种形状, 但莫不是蜘蛛, 蜈蜈这种毒物。 她跟了下来, 就在罗同方的那颗脑袋边上。 有她的力量压制, 罗同方根本无法重组身体, 将伤势复原。 把那东西拿走, 罗同方发出了惊呼, 满脸的恐怖之色, 比之前被林涵一拳打爆了还要紧张, 害怕。 看来, 这东西真是不得了, 看把这个家伙吓得。 林涵笑了笑, 既然这么害怕, 你为什么还要带过来, 还妄图让我吃下去, 话说, 我虽然是个吃货, 可又不是白痴, 你觉得我会吃下这玩意。 罗同方心道若是好景真的下手, 肯定会用手段掩盖这玩意, 让人完全看不出异样来。 当然了, 这话她肯定不敢说, 阁下, 我也是为人所蒙蔽, 还请饶我一次。 她咬牙说道, 身为一名天尊, 要说出这般话来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勇气, 让她满脸通红。 林涵不由失笑, 人家千里送红毛, 李清情义重, 你却是万里送毒药, 这又算什么。 罗同方说不出话来, 她现在唯一可以抓住的, 便是此事好景乃为主谋, 她只是送点东西而已。 我对我师弟的行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 她说道, 林涵将亭中的东西倒了一点出来, 那是黑色的血泥, 她抹在了罗同方的一条断臂上。 理论上来说, 天尊的手臂, 哪怕是一条断臂也应该万古不坏的, 可被那血泥一碰, 瞬间就开始腐蚀, 化成了一滩血水。 真读, 林涵看向罗同方, 只是摇了摇头, 并没有说话。 林涵, 妞把人抓来了, 哼, 虎妞跃了进来, 手中则是提着一个人, 正是好景。 二不出手, 准天尊怎么可能逃得掉。 啪, 虎妞将好景丢在地上, 林涵微微一笑,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说你好景不长, 现在来看, 我还真没有说错。 好景紧紧地咬着牙, 脸上更有不甘之色。 她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这么多年下来, 她一直表现得很正常, 根本没有露出一丝破绽啊。 她惨然一笑, 你是怎么看破的, 林涵倒也没有隐瞒, 将经过说了一遍。 好景不由气死, 她居然输在了林涵的爱女之心上。 你这个护女狂魔, 你女儿都已经是先亡了, 需要这么紧张着吗? 她恨啊, 这一切并非她的算计出了问题, 也不是她行事不够谨慎, 而就是林涵他妈的护女成狂, 才让她意外带到了自己的小尾巴。 她恨她恨她恨啊, 不用这么不甘, 就算你对我家小宝贝没有什么想法, 但你以为, 一个一步一个准天尊, 却可以拿下三名天尊, 而且分别拥有三步二步的实力。 林涵摇摇头, 好景真是异想天开, 这穴衣确实很厉害, 但想要她中招又岂是如此容易的事情。 我认栽了, 好景垂头说道, 你想要什么? 林涵亚然, 你以为, 你给我一些东西, 我就会饶你一命。 好景横了一生, 我父乃是五步天尊好天君, 你若杀我, 无论逃到哪个位面去, 我父都会将你找出来, 将你轰杀。 林涵仔细想了想, 难难道, 我杀过五步的儿子吗? 一会之后, 他摇摇头, 杀过的人太多, 实在想不起来了。 无所谓, 将你杀了, 我就肯定杀过五步的儿子了。 咦, 好景大惊, 这又不是什么荣耀, 你拼命往身上揽什么啊? 他连忙道, 你就不怕我父的报复吗? 呵, 你以为我若是害怕, 就会放过一个打我家人主义的畜生。 林涵摇摇头, 你这种渣渣, 还是早死早超生吧。 砰, 他一拳轰了下去, 好景顿时被轰杀成渣。 第2831章世道乱了。 罗同方满头冷汗, 虽然他现在也只有头能流汗了。 好景被这么轻易干掉了, 他能够幸免吗? 他可是天尊啊, 天意要尊的存在, 现在却是生死权在别人手里, 一念之间, 让他如何能够不慌? 以前无论面对什么险情, 他都知道自己可以挺过去, 只要实力在, 那总是有希望的。 可现在他却是半点办法也没有, 只有等死的份。 他也算有些骨气, 知道林涵不可能饶过自己, 索性也不求饶了。 林涵随手一巴掌拍过, 罗同方的脑袋也被拍得粉碎, 这种人当然不能饶了。 唉, 又没得玩了, 虎妞嘟着小嘴, 林涵拍拍他的头, 好玩的事情多着呢, 以后再找。 林涵, 我们去生宝宝吧, 虎妞双眼扑闪扑闪的, 不有分说, 拉着林涵就走。 第二天, 林涵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女皇, 自然让女皇勃然大怒, 恨不得将好景鞭尸。 林涵则被蒙在了鼓里, 她独自回了五院, 至于好景的话, 则被林涵说是早已经离开, 不与她一起了, 免得这丫头疏漏了嘴。 好景之父虽然还在闭关, 但她出关之后必然会来报仇。 柔妖女说道, 女皇也道, 以天尊的能力, 再加上血脉之间的联系, 对方应该很容易就找到这里。 林涵点点头, 我们又该离开了, 没事, 这个临城本来就是建给好景看的, 林涵根本没有打算在这里长久居住, 因此, 她将通知发下, 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启程出发, 去了别的地方。 这次, 林涵真正地将加安了下来, 这是一处十分宁静的地方, 山水优美, 风光秀丽。 在这里修炼了十几万年, 林涵又坐不住了, 如此平平静静地修炼, 她的静静太慢了, 薄到七步不知道需要多久。 她没有感应到分身传来的任何波动, 实在无聊之极了, 便与女皇虎妞出发, 前去寻找大黑狗, 这家伙最会惹事, 也许会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三人先去了武院, 见了林见雪, 聊了一下父子话题之后, 她便问起了大黑狗的下落。 还真是巧, 大黑狗也正在找她, 但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便在这里等着了。 死狗, 专程等我的话, 肯定没有什么好事吧。 林涵说道, 岂止不是好事, 简直就是出大事, 天都要她了。 大黑狗上蹿下跳, 怎么了, 就算天真的她了, 不是还有格高的人顶着吗? 林涵笑道, 别提了, 现在就是这些格高的人在闹啊。 大黑狗叹了口气, 理具体说说, 林涵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都是因为狂乱的威胁消除了, 现在每个人骨子里的恶劣品性 都是曝露了出来。 大黑狗说道, 林涵看了这只死狗一眼, 你是在说自己吗? 大黑狗对着她比中止, 然后道, 没有外患, 自然便只剩下了内斗。 之前就有无上天交无缘无故地消失, 但现在就变本加厉了, 好多天尊直接走到了一起, 公然杀害其他天尊, 掠夺他们的天尊符号。 林涵这才吃了一惊, 道, 竟有这样的事情? 他们就不知道害怕吗? 七部天尊现在都还在域外战场, 但还有周恒、楚浩、 林肖阳等六部强者, 他们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怕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头就是一名六部天尊起的。 大黑狗摇摇头, 哪一位? 万影天尊, 大黑狗说道, 这个老家伙纠结了一大群人, 肆意涂露其他天尊, 似乎料定那些七部抽不出身来。 现在, 人人自为, 许多天尊被迫结成了共盟, 有些势力甚至与万影盟一样, 开始猎杀起天尊来。 狗爷急着见你, 就是要告诉你, 你小子身怀不止一枚天尊符号, 肯定会被人盯上, 必须小心再小心。 大黑狗十分严肃地说道, 林涵点点头, 他可以自由穿梭未面, 这是他最强大的底牌, 但这张底牌也不能滥用, 万一遇到狂乱的话, 那比遭遇七部还要可怕。 林涵, 咱们是不是也去抱一条大腿, 大黑狗说道, 别人咱们不能相信, 但周恒, 楚昊他们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不如去找他们吧。 林涵想了想, 道, 倒确实地见一见周恒等几位前辈, 了解一下他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他们三人加上大黑狗一起出发, 前往林家祖地, 周恒和楚昊不知道, 但林肖阳应该在那里坐镇。 当他们来到林家的时候, 只见这里借位森严, 如林大敌。 何人, 立刻有人向着林涵贺问, 林涵, 特意前来拜见林肖阳大人。 林涵说道, 过了一会之后, 只见有一人从山间飞掠出来, 落在林涵的面前, 他仔细看了林涵一众人, 这才抱权行礼, 林大人, 修怪在下失礼, 但现在是非常时期, 在下不得不谨慎。 林涵点头, 我明白, 强如林家都是这般如林大敌, 可见世道乱到了何等地步。 他们一行人被请进了林家, 没过多久, 林飘雪出现, 带着他们去见林肖阳。 这么多年过去, 他也迈进了二步, 静静非常之快。 拜见林大人, 看到林肖阳的时候, 众人都是抱权行礼, 林肖阳点点头, 我知道你们为何而来。 大人, 我们都怀疑是狂乱故意制造了能量狂潮, 让我等自相残杀, 那为何不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林涵问道, 大黑狗连忙向他连识眼色, 人家可是六步强者, 是你可以质问的吗? 林肖阳并不以为武, 他叹了口气, 你可知道, 世间共有多少六步。 林涵不由地眼睛一瞇, 多少? 总计307个。 林肖阳说道, 我和周师弟, 楚师弟虽然在竭力协调, 但以我等三人之力, 完全不足以平息这一场内乱。 那肯定有人在推波助澜, 否则这样的局面也不可能说出现就出现。 林涵说道, 会不会是那的万影天尊? 林肖阳摇头, 我与周师弟他们也曾经去找过万影, 但根据我们得到的资料, 万影其实也不是第一个鼓动者, 究竟是谁在背后推动, 目前还隐藏在深处? 难道, 这个人暗中与狂乱勾结, 成为了他的走狗? 林涵十分惊讶, 能够惹出这么大的乱子, 这怎么也得是一位六步, 可六步强者连这点意识到都没有, 居然和狂乱合作。 第2832章联姻, 林肖阳摇头, 他对此也十分困惑, 照理来说, 只要有点理智的人便应该知道与狂乱合作是鱼虎谋皮, 最后的结果肯定会让自己悲剧掉, 因为狂乱的目标就是吞噬整个原世界, 取而代之, 成为那至高无上的存在, 可以掌控一切。 但要说没有人鼓动的话, 事情至于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吗? 便是林肖阳、周恒、楚浩这样的六步都是无法查出这个幕后之人, 那更何况是林涵了, 因为他知道的六步强者也只是限于林肖阳他们三个, 总不能怀疑他们这三个吧? 外面世道混乱, 你们就先住在这里吧。 林肖阳说道, 林涵考虑了一下, 便接受了林肖阳的这番美意, 外面的世道确实混乱, 而在没有天尊符号出世的情况下, 他也不必要去东奔西跑, 那在哪里修炼不行呢? 度谢前辈, 林涵出洞, 他将林成的人都是搬了过来, 又设法通知远在四处游历的羽黄等人。 当所有人都来到之后, 众人便在林家附近新建了一座城市, 这被靠大树好乘梁, 虽然这里距离林家依然还有上万里的路, 可完全是在林家的势力范围之内, 甚至还是中心区域。 因此, 谁敢来犯, 哪怕大家都清楚, 现在没有一个七部天尊能够抽得出身来, 从域外战场回归, 可七部天尊只要活着, 谁干扰他们的道场。 一切安顿下来之后, 林寒开始闭关修炼, 既然无法获得更多的天尊符号, 那他就只能用大量的时间来提升修炼速度了。 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就是一亿年过去, 于天尊来说, 一亿年其实并不长, 甚至对先王来说, 这其实也只能算是稍微长点的时间。 然而, 这一亿年中确实发生了许多大事, 大量的天尊被屠戮, 因为天尊符号的关系, 掀起了异常对于天尊的猎杀, 别说四部五部, 甚至六部天尊都是遇到了威胁。 这并非唯言耸听, 至少有三名六部天尊遭到了围杀, 无奈隐恨。 消息传出, 普天震动, 六部是什么概念, 上面除了七部就没有更强的了, 而现在那几位七部都在域外战场对抗狂乱, 在这样的情况下六部都是陨落了, 你说惊不惊人? 没有人知道那三名六部到底是怎么死的, 有推测说是被十数名六部围攻才划到的, 有的推测则是更加夸张, 说有七部暗中出手, 才导致那三名六部连逃顿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直没有个答案, 因此也让诸大天尊变得更加不安, 人人自为。 据不完全统计, 这一亿年陨落的天尊数量达到了五分之一左右, 不知道超过域外战场的战损率多少倍, 周恒、楚昊也将自己的族人搬迁了过来, 三大六部强者联手坐镇。 在别的年头, 一名六部就能镇压万古了, 可现在时局不同, 连六部都需要抱团取暖, 因为其他六部都已经连上了手, 孤家寡人的六部只有被陆续击破的份。 事实上, 哪怕三大六部联手都不算如何安全, 别的天尊同盟中, 六部的数量少则七八个, 多则十数个。 因此, 林肖阳、楚昊、周恒还在寻找新的同盟者, 但他们三人是师兄弟, 当然可以完全信任彼此, 可要吸收第四人进他们的队伍, 光是信任这一关就十分难过。 再说了, 别的六部也很难信任他们三人, 毕竟这三个是一家人, 别连起手来坑了自己。 正是如此, 一亿年下来, 林肖阳三人还在寻找着同盟者。 林寒出关, 了解一下情况之后, 变中又开始漫长的闭关修炼。 他可不喜欢寄人篱下, 而想在这个乱世中安身立命, 只有一点才能保证实力。 一开始, 林寒还得个两三亿年, 十几亿年就出关一次, 了解一下情况, 不过每次得到的回馈都是差不多, 又有大量天尊遭到了杀戮, 仿佛天尊变成了大白菜, 可以随意收割。 还好, 林、周、楚三大六部坐镇, 再加上林落的七部之威, 这里一直十分安全, 并没有一个人攻过来, 但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安全, 这样的宁静还能持续多久。 百多一年过去, 林寒中是将修为推进到了一步后期, 他下了狠心, 接下来的闭关, 不成二步就不出来了。 十一年, 五十一年, 一百一年, 时间过得飞快, 一晃又是两百多一年过去。 林寒早已经发展了起来, 而宇皇, 一等强者也纷纷回归, 后来联迹无名, 火芙蓉, 是禅子也加入了林城, 毕竟大家都是来自仙玉, 遇到危险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 林寒一直闭关不出, 让女皇, 虎妞也觉得无聊, 跟着开始了闭关, 因此, 一代代的繁衍生息之下, 现在的新人们根本不知道林城还有林寒, 女皇这样的人物, 只知道宇皇, 义记无名, 大黑狗等天尊。 就在这时, 有大消息传出, 荣家, 硬家将御灵, 周楚三家结盟。 荣家老祖荣天玉, 硬家老家硬九阳, 那可都是六部强者, 一旦与林肖阳他们组成同盟的话, 那他们的实力必将出现巨大的提升, 大大提升安全系数。 荣阳, 四部天尊, 荣天玉的亲子, 修炼七个纪元, 一部部从先王到天尊, 再到四部, 虽然不如林幽怜, 星系虎这般逆天, 但稳定得可怕, 同样显示出他惊人的武道天赋。 现在, 荣阳便代表了他的父亲, 前来林家商讨结盟的细节。 林成现在勉强算是林家的一份子, 自然也道听徒说了这件事。 据说, 荣阳要与林飘雪结成连礼, 通过联姻的方式来稳固同盟。 思, 飘雪仙子要嫁人了, 我的天哪, 我要崩溃了, 你崩溃个啥, 就算林飘雪大人不嫁给荣阳, 难道还会嫁给你不成? 靠, 我想想不行吗? 万里之外的消息也传到了林成, 让许多人都是议论纷纷, 有心的六部天尊加入同盟, 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而在这一片热议之中, 一名年轻人也来到了林成, 他叫荣新宽。 听说, 林成的主人林涵曾经得到过一枚天尊符号。 荣新宽向着边上的人问道, 如果林涵在场的话, 便能一眼认出这个人来。 九五天尊, 他点点头, 在狱外战场中, 林涵确实得到了一枚天尊符号。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眼神中有一丝很利。 第2833章肖章荣新宽。 从仙玉出来的几位天尊中, 变数九五成就最低。 伍乐在仙玉就差点修成了二部, 来到严双未免之后, 他更是一飞冲天, 不久前便跨进了四部, 毕竟仙玉小是小, 但能够在仙玉修成一部, 其实都是绝顶天才中的绝顶天才。 清活也只是稍训, 早早达到了三部巅峰, 随时可能突破, 而风情其实更加霸气, 居然修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尊符号。 虽然现在的修为不及无乐, 但说不定会后来居上, 最终成就五部也有可能。 原生天尊目前刚刚跨境三部, 但他可是从先往起步的,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天尊, 他的后境之族就可想而知了。 可九五天尊呢, 他早就迈进了三部, 可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卡在了三部出席, 始终没有什么进步。 一笔之下, 他黯然失色, 如今时局动荡, 九五天尊也难以独善其身, 只能屈尊投靠在荣天玉的旗下。 本来他很难很难在和林涵产生交集, 可谁能想到, 荣天玉居然会和林家结盟, 于是, 他也有幸跟随这次的代表团过来。 荣心宽是荣阳的堂地, 他远远没有荣阳这么妖孽, 但被靠大树, 他也修到了九重天的高度, 为人比较, 目中无人。 九五天尊来到林家之后, 得知灵寒就在附近, 他便灵机一动, 鼓动起了荣心宽来。 荣心宽是什么性格, 他完全地目中无人, 认为伯父是六部强者, 几乎天下无敌, 他自然也没有将谁放在眼里。 比如林家, 周家, 楚家他不敢惹, 但林家算什么? 最强者也不过是二部, 他哪会在意, 出动一个九五天尊就能横扫了。 他想要夺得林寒的天尊符号, 交予荣阳, 拍拍这位表哥的马屁, 毕竟他可是知道, 自己在荣天狱的心中自然远远不如荣阳来得重要, 当然要拍好堂哥的马屁, 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大机缘降临在他的身上, 一脚迈进天尊去呢。 于是, 被九五天尊一怂恿, 他就来了。 荣新宽反减着双手, 大步走在前面, 而九五天尊则是一步一驱, 始终落后了半个身位, 让荣新宽十分满意。 他却不知道, 哪一个天尊不是傲气冲天, 怎么可能向一名九重天低头? 这只是九五天尊为了利用他罢了, 用意自然是让他当个出头鸟, 以荣新宽的傲慢再加上林寒的脾气, 那结果肯定糟糕到了极致, 说不定这个傻逼会被直接轰杀掉。 到时候, 荣扬必然会出手, 四步天尊还不能镇压小小的林城, 退一万步脚, 就算荣扬不能搞定林城, 那只要他出一点事, 一位六步发起怒来, 林寒必然是死定了。 林寒所在的地方自然不是什么秘密, 只要随便找个人问问就知道了, 因此荣新宽和九五天尊很快就找到了地方。 荣新宽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他大步而行, 向着门口行去。 阁下, 您要找谁? 林寒门口当然有守卫了, 立刻向着荣新宽问道。 因为林寒最反感圣气凌人的做法, 因此林寒的下人也十分客气, 丝毫不会因为府中有三位天尊就耀武扬威。 荣新宽确实丝毫不卖账, 他自认为是六步天尊的侄子, 天底下所有人都应该对他恭恭敬敬, 因此他只是轻蔑地看了那门卫一眼, 然后道, 叫林寒出来, 贵赢本作。 守卫一听, 顿时勃然大怒, 林家的下人没有盛气凌人的习惯是没错, 但也没有任人齐到头上的习惯。 谁不知道林寒的脾气, 只要自己人没有做错, 他会立挺到底, 对上谁都不会怂。 更何况了, 这次是荣新宽开口就直接侮辱了林寒, 让这名守卫如何能够不怒。 他立刻祭出一把长戟, 对准了荣新荣, 森然道, 立刻道歉, 收回刚才的话。 小小的家丁, 也敢向本作呼喝, 荣新宽痴然说道, 他伸出手向着那名守卫阵去。 那守卫连忙反击, 但他只是声援镜, 怎么可能匹敌九重天? 啪, 荣新宽的力量化成了一只青色的大手, 已是将那名守卫抓住。 向本作求饶, 可放你一条生路, 荣新宽傲然说道, 呸, 那守卫却向着荣新宽吐了口口水, 只是这又怎么可能吐到荣新宽的身上, 被一道护体的光盾给挡了下来。 找死, 荣新宽眉眉毛一条, 杀气肆意, 心念一动中, 那只青色的大手顿时一紧, 啪, 那名守卫立刻被捏爆, 化成了血水。 自不量力的废物, 他不屑地说道, 大步向着大门而去, 什么人, 居然敢在灵府行凶, 一人飞射落下, 荣新荣看了一眼, 道, 你便是灵寒。 他见过灵寒的模样, 就是面前这副模样, 只是, 对方的修为看上去却只有九重天。 我乃灵火, 这人说道, 他目光扫过, 立刻发现那名守卫还没有完全落下的血水。 他的神情一鸣, 微微感应一下, 已是捕捉到了那名守卫的残魂,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全部在他的市海中浮现。 他不由地大怒, 死人跑到灵家, 不分青红皂白就杀人, 这是何等嚣张。 灵火便是当初灵寒得到的九道天地本源之一所化, 后来都是一一放了他们自由, 让他们拥有了自我。 天地本源有天地本源的优势, 天生就拥有先王级的特性, 但限制也很明显, 因为是天地规则孕育, 当然也不可能超越了规则本身, 所以九重天就是其巅峰, 不可能超越这个级别而成为天尊的。 你好大的胆子, 灵火森然说道, 之前他们九个一直在四处历练, 直到九重天之后, 境界竟无可敬, 便来到了灵家, 以灵寒的追随者自居。 因此, 他现在当然愤怒了, 容心宽露出不懈的表情, 小小的嘉丁, 也敢向本座吐唾沫, 难道不该死吗? 以姓灵, 跟灵寒是什么关系? 算了, 本座也不在意, 快去将灵寒叫出来, 跪赢本座。 灵火愤怒之余, 也有种想大笑的冲动。 区区九重天仙王, 居然敢要一部天尊跪赢? 还是你乖乖受情, 静后发落吧, 他发起了攻击, 要将容心宽拿下, 他并不惧在这里开战, 因为这里被几位天尊炼化过, 每一块砖石都有天尊的一丝力量凝固, 绝非九重天仙王达达就能崩碎的。 第2834章废话太多了, 灵火出手, 他是天地圆火所化, 如今更是修到了九重天, 出手便是最最顶级的火焰规则, 一拳轰出中, 力量凝聚, 化成了一只巨大的火焰巨拳, 向着容心宽震了过去。 雕虫小记, 容心宽不屑地说道, 伸手一格, 嘭, 两人对轰一级, 皆是身形一阵, 规则则是化成了狂暴的能量一开, 形成了可怕的冲击波。 还好, 这是灵府, 一专一石都被炼化过, 兼顾无比, 并不怕这样的力量冲击, 否则的话, 不但灵府要毁, 便是整个灵城都会被摧毁。 咦, 居然还有点实力, 容心宽露出压然之色, 他本于一级就将对手压制, 没想到灵火的实力出乎意料的强大。 这是当然, 天地本源化形, 又修到了九重天巅峰, 哪有不厉害的道理? 灵火大吼一声, 已是杀了回来, 砰砰砰, 两人大战, 却是难分高下。 容心宽脸上有些挂不住, 他自持是超级势力的后代, 却居然镇压不了这灵城的一个小小家位, 让他情和一堪。 修修修, 又有几道人隐飞至, 却是几乎都长得一模一样。 这是灵木, 灵土等其几个, 天地天地本源。 小火, 要不要帮忙? 灵水笑道, 不用, 我便可以震惊压他。 灵火说道, 他憋了一口气, 笑话, 就算你们一起上又岂能震压本少。 容心宽怒急, 他微微吸了口气, 浑身立刻发光, 充满了可怕的压迫力, 战力在一瞬间暴涨至少十倍。 灵火顿时压力巨大, 落入了下风, 这是因为容心宽运转了天尊宝树, 战力自然飙涨了。 一起上, 灵土等人当然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灵火被轰败甚至轰杀, 纷纷杀了过去。 这可不是一对一的公平决斗, 而是容心宽跑到灵府来挑衅, 那是要讲什么规矩? 插了便是, 一起上又如何? 在本少面前, 你们这些人都是渣渣。 容心宽哈哈大笑, 他双手翻动, 无尽的力量涌出, 化成了一个各玄妙的符号, 战力在短时间内达到了无比可怕的地步。 九重天仙王不可能长期地运转天尊宝树, 一般就个把时辰, 但在这个时间段内, 九重天仙王却可以爆发出接近准天尊的战力。 这太可怕了, 灵活九人虽然联手, 可依然被容心宽压制, 怎么也无法扳得回颓势。 几百招之后, 容心宽轰出一记重拳, 顿时将灵活九人齐齐阵飞, 让他们吐血不断, 失去了再战之力。 还好, 他们皆是天地本源所化, 生命力无比顽强, 可没有这么容易死的。 废物就是废物, 容心宽冷笑, 一边则是压下了胸中的沸腾, 运转这么久的天尊法, 对他的负担其实也很大, 只是他死要面子, 却是怎么也不肯表现出来。 灵活九人都是无言以对, 输了就是输了。 容心宽哈哈大笑, 他目光扫过, 这时候灵府又跑过来了许多人, 但皆是府中的下人, 仙王也没有几个, 自然不可能是容心宽的对手。 还不快去将灵寒叫出来贵银本少。 他恢复了齿高气昂, 爹爹上在闭关, 无暇接见客人, 一个清田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名角色丽人也是走了出来, 身上有九道异彩缠绕, 证明了他乃是九重天心王。 这是灵溪, 他其实早早就修到了九重天, 但为了夯实基础, 重走父母之路, 成为最强天尊, 他便只是魔力星星, 待到时间成熟, 他就会一个一个未面地走过。 容心宽看了一眼, 不由地目放异彩。 美, 太美了, 他虽然品味过各色美女, 但像眼前这人儿一般美丽的却是见所未见, 而且, 这女子纯得像是一汪清水, 让人看着就舒服。 你又是谁? 他问道, 态度依然傲慢, 在美的女人在他心中也只是调剂品, 不可能让他当成宝贝搬宠着。 灵溪虽然心中一目, 可因为天性柔和, 脸上确实没有表现出来。 他甜尽无比, 说道, 我名灵溪, 家父便是灵涵。 哦, 容心宽点点头, 真是没有想到, 灵涵居然还生了一个这么漂亮的闺女。 他露出一抹邪恶的笑容, 看来, 这次灵涵要献上的可不止一枚天尊符号了。 本少是什么人, 身份何等尊贵, 时间何等宝贵, 他连续反问, 立刻去将灵涵叫出来贵营本少, 否则本少拆了你们这个破城。 太嚣张了, 真是太嚣张了, 别说灵府的下人都是怒不可遏, 便是灵溪这样宁静如水的性格都是起了波澜。 他淡淡地看着容心宽, 道, 阁下跑到寒家, 杀人逞凶, 还要家父贵营, 真以为灵家无人吗?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他终于流露出一位九重天仙王应有的霸气。 其实他是外柔内纲, 继承了女皇的骄傲和灵涵的坚韧, 只是一直被他的田径所掩盖, 稍有显露的时候。 美女, 答答杀杀不适合你, 你应该已在本少的腿边争宠才是。 容心宽哈哈大笑, 毫不在意这可是两位天尊的女儿。 灵溪脾气再好也不可能忍受这样的羞辱, 再说, 他已经决定出手了。 轰, 他动了, 带启动无尽的规则之力, 向着容心宽杀了过去。 什么, 这一出手, 容心宽就悚然大惊, 灵溪用的招数确实局限在仙王范围之内, 可一级轰出中, 有十几种顶级规则一起运转, 这就太可怕了, 相当于十几个九重天巅峰联手, 而且还是心意相通, 配合无比默契。 这可不是一加一的简单叠加, 而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容心宽连忙退, 然后运转了天尊宝树, 否则他即可能不是对手的十招之敌。 他根本不敢接招, 直到天尊宝树真正地运转了出来, 轰, 体内暴射出可怕的光滑, 力量瞬间提升十数倍, 他这才与灵溪一级对轰。 轰, 灵溪顿时被他逼退了回去, 无论他怎么妖孽, 但若是局限在规则的层次之内, 那怎么都不可能匹敌天尊宝树? 从九重天仙王守中使出来, 这是超越规则层次的大招, 便是准天尊义有可能轰杀的。 哈哈哈哈, 不过如此, 容心宽叫嚣道, 运转天尊宝树, 他不但拥有了准天尊的战力, 而且还是这个层次中的角角级别。 美女, 你还是乖乖跟随本少吧, 灵溪柳没一条, 猛地就是一掌拍出, 砰, 容心宽顿时被震飞。 你废话太多了, 第2835章妖孽之女。 容心宽被一级震飞, 这还不算, 当他落到地上的时候, 口中还在不断地喷血, 壳的胸口全是血迹, 模样可说是狼狈不堪。 他并没有被打死或是打晕, 因此他睁大了双眼, 茫然地看着灵溪, 怎么对方一下子就爆发出无比可怕的力量。 这差距之大, 就好像小孩和成年人对打, 怎么可能是一盒之敌。 九重天仙王怎么可以猛到这样的地步, 要知道他可是运转了天尊宝树啊。 这当然是灵溪运转了体内的那方小世界, 使得他拥有了准天尊的实力。 事实上, 他还做了一件让灵涵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那就是他不仅仅在抽取这个天地的力量, 同时还在反哺, 使得这个小世界在不断地成长。 这就好像, 他现在就是一个原世界, 只是这个世界太孤寂了, 仅有一个未念, 而且还奇效无比。 但这样的另提西境却不失为一种勇敢的尝试, 说不定就会让他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来。 因此, 灵溪现在的爆发可不只是准天尊那么简单, 甚至可以接近达到一步的级别。 为什么他一直在夯实基础, 便是他在温养这个世界? 不可能, 不可能, 容心宽满脸的茫然之色, 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同样是九重天, 双方的差距怎么会大到这样的程度? 欠债还前, 杀人偿命, 灵溪淡淡说道, 但眼神中却全是坚持, 灵家的人不可入。 这句话让四周围的灵家下人都是无比的振奋, 他们都看得出来, 容心宽不但是九重天仙王, 背景肯定更加惊人, 可灵溪却说要杀人偿命, 让他们心中暖暖的。 哪怕死的只是灵家的一个下人, 灵家也要为之讨回公道, 背景再大都是不在乎。 呵呵, 小丫头真是好大的口气, 九五天尊终是开口, 他刚才没有出手, 是因为廖定荣心宽不可能在那一级之下挂掉, 三部天尊要是连这点也看不出来的话, 那他真可以买块豆腐撞死自己了。 他副手而立, 根本不用出手, 只是一散出来的丁点气息就能镇压万古压制苍穹。 三部天尊就是这么强, 灵溪满脸肃然, 但他拥有灵寒的任性, 强敌再可怕也不可能让他低头折腰。 他道, 前辈纵容小辈来寒家捣乱, 敢问可有的罪之处, 给本少拿下他, 容心宽一跃而起, 但他被灵溪那一击打得不轻, 这一集月顿时让他咳嗽连连, 鲜血再次狂喷。 灵溪微微哑然, 一名九重天居然敢如此呵斥天尊, 便是欺步天尊的儿子也不能如此嚣张, 天尊啊, 天意要尊之, 岂容九重天放肆。 九五天尊也不由升起了一股杀意, 这个蠢货, 真以为可以指挥天尊吗? 但他已经将戏演到了这里, 自然不可能半途而废。 因此, 他露出了冷笑, 小姑娘, 你是束手就勤, 还是让本尊出手? 灵溪心中念头电传, 父亲、母亲和虎妞姨娘都在闭关,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而宇皇等天尊敬酒私动, 结伴出去游历了, 现在灵程居然没有一个可以出动的天尊级力量。 这个人是谁, 要知道灵程就在灵家的势力核心范围之内, 又与周家、楚家交好, 这是一股庞大惊人的力量, 为什么这两人还敢打上门来? 晚辈斗胆, 还要向前辈请教一二, 灵溪唯唯一服, 因为九五天尊始终没有出手, 因此他也田径已对, 没有丝毫的火气。 哼, 九五天尊冷笑, 闪过一丝不悦, 当初便是灵涵也只有在他面前逃命的份, 可现在他居然要沦落到和对方女儿战斗的地步。 丢人, 九五天尊何等骄傲, 看他封号九五就知道了, 他乃是舞者中的帝王, 一言九鼎的。 那就让你自食恶果, 他出手, 轰, 混沌气凝聚, 好像天地初开, 化成了一只暗红色的大手, 向着灵溪抓了过去。 灵溪满脸的肃然, 娇翅一声钟, 嗡, 他浑身释放出无量光, 气势一下子提升到一步的程度。 陈瓦, 容兴宽顿时张开了嘴, 满脸的不可思议。 一名九重天仙王居然可以爆发出天尊之威, 不是准天尊, 而是真正的一步, 怎么可能, 哼, 灵溪轰出一击, 将那只暗红色大手轰出了一个洞, 他身形为颤, 笑脸立刻变得苍白, 显得无比楚楚动人。 哪怕他发挥出了一步的战力, 可三步就是三步, 随意一击就超越了一步, 让他受了重创。 然而, 这依然不能否认, 灵溪创造了一个奇迹。 九五天尊亦是双眼违章, 觉得不可思议, 灵涵已经够妖孽了, 可他的女儿似乎更加惊人啊。 灵溪可以这么强, 是因为他不但激发了体内的小世界, 还运转了天尊宝树, 身为灵涵和女皇的女儿, 他又怎么没有席到天尊秘术? 以准天尊的力量在催动天尊法, 他的战力达到一步便不足为奇了。 九五天尊唯唯一愣之后, 傅又傲然, 在妖孽又如何, 境界差距太大了, 依然不是他的义和之敌。 灵家人都太变态了, 需要赶尽杀绝, 他目光一立, 再次出手, 这回就不是要擒下灵溪了, 而是要抹杀这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 哼, 他再次拍出一只暗红色的大手, 向着灵溪震了过去。 三步的力量完全释放出来, 可以将一步强者在瞬间杀死无数次。 灵溪挡不了, 他退, 但暗红色的大手不但如影随形, 而且速度还要更快, 迅速拉近与灵溪的距离。 砰砰砰, 这只大手锁过, 一切剑竹都被催枯拉朽般毁灭。 三步的力量太可怕了, 小姐, 灵家众都是惊呼, 充满了紧张, 可他们的实力太弱了, 便是想要帮忙也没用。 大手袭来, 灵溪只能全力轰出一击, 将双眼闭上, 接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轰, 一声俱响, 惊天动地, 灵溪亚然, 她并没有感到有力量轰到自己的身上。 她连忙睁开了双眼, 却见有一道绝美的身影挡在了她的身前, 双手撑起了苍穹。 两, 她惊呼道, 自然是充满了喜悦。 呛, 天地反应剧烈, 立刻就有闪电狂斥, 向着女皇疯狂逼劈了过去。 突破了, 九五天尊眉头一皱, 她看得清楚, 女皇现在这状态正是突破了, 所以天地起了感应, 哪怕无用依然在狂劈。 感动我女儿, 你找死。 女皇森然说道, 第2836章女皇出手, 女皇与灵溪的性格是完全相反, 灵溪甜静不争, 欲使她更愿意息事宁人, 便是自己吃上一点小亏也不在意。 可女皇不同, 她是真正的目中无人, 认为天底下所有人都应该摩拜自己, 敬畏自己, 容不得一丁点的不敬。 现在居然有人要杀她的女儿, 让她如何能够不杀气沸腾? 死, 吕皇杀了出去, 轰, 她的气息无限膨胀, 天意压制不住, 逼得那些闪电仅仅只能打出几千杖就消失了。 95天尊联盟迎战,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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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快就从地上打到了天上, 各战绝学, 战得激烈无比。 吕皇刚刚突破二步, 可她凝聚了一百个卫面的力量, 而且还都是高等卫面, 这达到一步巅峰有多么强。 现在, 她虽然只是二步出奇, 可力量却是达到了三步出奇, 整整提升了一个境界。 她寒怒出手, 满头黑发烈烈而舞, 既美丽又尊贵, 更有一种危险的气息。 95天尊亥然, 她发现自己居然镇压不了女皇, 明明相差了一个境界啊, 本该是绝对碾压的。 靠, 林家的人全是变态吗? 95天尊无法接受, 当初在先遇的时候, 她是为三的天尊, 一念便可决定天下苍生的命运, 无论林涵还是女皇, 在她眼里都是渺小的无以复加。 可没想到, 这才过去一个多纪元, 不但林涵可以与她抗衡, 现在连女皇也行了。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也太疯狂了吧。 她杀气沸腾, 既然这一家人都是如此的妖孽, 那她更要趁早将他们全部干掉, 否则以后就要轮到她担惊受怕了。 哄, 她全力以赴, 天尊宝器, 宝树, 符号全出, 一下子就将战力推上了极致。 他们这对拼的破坏力太大了, 空间破碎, 甚至紊乱了时间, 一条时间长河出现, 隐隐绰绰。 无数的影像出现, 模糊不清, 但来到某一个景象时, 却是出现了林涵、 女皇、虎妞等被九五天尊追杀的一幕。 当初, 林涵四人为了修炼太咒无机体, 需要进入时间长河的尽头, 结果却是遭到了九五天尊的无情打击, 幸亏当时原生天尊意在, 这才化解了如此大危机。 只是出了时间长河之后, 他们的记忆皆被抹去, 无法记得。 可这是言双未念, 有自己的时间规则, 两大强者对轰, 碰撞出了时间长河, 居然重现了当初的一幕。 一瞬间, 两大强者皆是恢复了这段记忆。 难怪本尊看到你们便有一种必然要杀掉的冲动, 原来如此。 九五天尊森然说道, 他对林涵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恨, 之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只以为自己是担心林涵强大之后会对他造成威胁,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前怨。 吕黄则更是森然, 这个老王八蛋居然敢追杀自己。 找死, 贪慕即, 一手按出, 砰砰砰砰, 天空中的星辰落下如雨, 便是在遥远的也不例外, 完全无法承受他的气息之威。 这次, 女皇是动真格了, 她的眉心显出了一个模糊的符号, 却是散发出镇压诸天的莫大气势, 御守暗落, 无尽光滑涌动, 如同万古乾坤一起崩塌, 时光岁月一起破灭。 万古碎灭, 吕黄说道, 轰, 御守拍下, 他在迈进二步的时候, 自动掌握了一枚天尊符号, 便如同林涵跨进一步的时候, 直接加持了他22倍的力量, 而他更是修出了自己的天尊术, 两者一起运转, 将他的战力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什么, 九五天尊惊呼一声, 一拳与女皇对轰, 却根本不敌。 他只掌握了船世七符号, 这才加持多少倍的力量。 哼, 九五天尊顿时被震飞, 身在空中便狂吐鲜血, 可鲜血却不能落地, 立刻便被天地磨灭掉。 天尊为天地所及, 能够毁灭的, 那天地是绝对不会留情的。 女皇长笑一声, 追了上去, 继续狂轰, 九五天尊只剩下招架之力, 不, 他只有被挨打的份, 现在的女皇战力直标三步后期, 而九五天尊就是权力以赴也只能达到三步中期。 别看只差了这么点, 这就决定了他只有挨打的份。 可恶, 九五天尊怒吼, 他完全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 这对他的自尊打击真是太大了。 不过, 被连轰了数十计后, 他终是知道, 自己不可能是女皇的对手, 再拼下去他真有可能交代在这里。 他恨恨地转身, 落下身形, 就要抓起荣心宽一起逃走。 哼, 女皇一掌落下, 无量神光涌动, 啪, 荣心宽连挣扎得与帝都没有, 便被这霸道绝伦的力量碾压成了碎渣。 电视灵溪也不可能匹敌三步的力量, 更何况是他了。 九五一愣, 然后立刻掉头就走, 毫不犹豫。 很好, 人已经死了, 而他也尽力了, 怎么都不可能算到他的头上, 一切皆在他的意料之中, 虽然出手的并非林涵, 但林涵或是女皇出手, 又有什么区别吗? 他急行, 远顿, 哪怕女皇现在的战力超过了他, 可想要追上同阶天尊却是完全不现实的, 他只是追了几步便放弃了, 落下身形。 娘, 灵溪扑了过去, 投入到女皇的怀里, 吕皇轻抚一下女儿的秀法, 便将灵溪推开, 他从来不喜欢这样的缠缠绵绵, 除了与林涵之外。 娘, 那人似乎颇有来头, 灵溪自然早就习惯了女皇的这种态度。 谁, 吕皇有些漫不经心, 灵溪不由无语, 你刚刚才一巴掌将人拍死了, 回过头来居然就忘了。 他指了指容心宽死掉的地方, 道, 莫, 就是他咯。 吐狗罢了, 吕皇不屑地道, 灵溪摇头, 他的来头绝对不简单, 连一名三部天尊义要听他的号令。 吕皇冷笑, 九重天又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天尊, 别说三部, 就是一部也不可能。 他何等聪慧, 立刻想到九五天尊是想要借刀杀人。 不用怕, 他说道, 真要有六部天尊习来, 林肖阳必定会出手, 这可是在林家的地盘上。 灵溪只有点头的份, 他很快就展颜而笑, 娘, 你突破二部了。 嗯, 吕皇点头, 他看了女儿一眼, 你也应该去别的卫面了, 基础已经打磨得差不多了。 可是这个时候, 灵溪有欲, 有我和你父亲在, 有什么好担心的? 吕皇说得无比霸气, 第2837章荣阳杀来。 话说九五天尊逃走之后, 立刻就去了林家, 荣阳身为六部天尊的代言人, 本身亦是四部, 自然是林家的贵宾, 被安排在了一个优雅无比的院落, 灵溪化成了食指, 仙药如同普通鲜花一般生长的。 扣扣扣, 九五天尊敲着院门, 明明门是打开的, 他却不敢不请自入。 四部天尊啊, 一只手便能将他镇压, 而现在这世道太乱, 九五天尊也必须抓住荣家的大腿, 自然更要恭敬了。 静, 里面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 九五天尊进入, 没走几步便看到一个百亿年轻人正坐在花园中的石椅上, 品着香名。 他就是荣阳, 六部天尊荣天狱的独子, 天赋惊人, 修炼不过七个纪元就已经是四部了, 便是九五天尊意要嫉妒, 因为他修炼了几十个纪元依然只是一部。 现在九五虽然达到了三部, 但后继勃发的冲劲已经用得干净, 除非他可以得到大量的天尊符号, 否则不可能再有进步了。 拜见荣大人, 九五天尊拱手为礼, 天尊只是一个群体的统称, 但境界不同, 地位当然也完全不同。 荣扬微微点头, 依然在品着茶, 淡淡道, 出什么事了? 荣新宽死了, 九五天尊微微低手, 嗯, 荣扬立刻眉毛一挑, 轰, 一股气势流转出来, 四周仙药立刻齐齐枯微, 那不是被力量杀死的, 而是他的气息太强大了, 连仙药亦不能承受。 九五天尊也是胸口微微发闷, 有一种难受的想要吐血的冲动。 他将事情完整地复述了一遍, 没有任何的扭曲, 却是省略了他鼓动荣新宽的过程, 强调了荣新宽是为了给荣扬取得天尊符号才走上这么一趟的。 荣扬沉默, 可很快四周的空气便沸腾起来, 然后破碎, 献出了一个个微小的虚空洞来。 九五天尊不由心中暗害, 他全力出手的话当然也能打碎虚空, 但绝对做不到像荣扬这么举重若轻。 四步就是四步, 哪怕荣扬也只是四步出席。 既然你陪同新宽一起去的, 为何没有获得了他的周全? 荣扬忠实开口, 这是本尊的错, 九五天尊低头, 没有辩解, 他早就想到了, 无论他将这个锅摆脱得如何完美, 可荣新宽死了, 他就一定要背负些责任。 所以, 他也不解释, 直接认错, 荣扬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继续责怪。 只要是天尊, 那就站在了巅峰之列, 岂能侵入。 别看现在天尊死得容易, 可数量就那么点, 死一个少一个, 说不定再过一个纪元的话, 平均一个未免都分不到一个天尊了。 若想逐鹿天下, 那每一个天尊都是重要的战力。 荣扬想了想, 道, 那个林寒, 可是当初在域外战场履履打破纪录的人。 是, 九五天尊回答道, 他现在不需要有什么隐瞒, 只需要说实话就行了。 当然了, 他和林寒那点救援是绝不可能主动提出来的。 一步便能匹敌三步, 这真是惊人, 便是当初的星系虎, 林幽莲又能做到吗? 荣扬自语, 他摇摇头, 至少他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甚至, 他连跨一步战斗都不可能做到, 因为他只是凝聚了三十多个位面的力量, 确实要比同阶天尊强, 但强的有限。 一门出了三个妖孽, 呵呵, 本尊导真要见识一下了, 他终是站了起来, 无论如何, 荣新宽是不可能白白死掉的, 林家要给他一个交代给荣家一个交代。 因为荣家丢不起这个脸, 带路, 他说道, 是, 九五天尊低头道, 嘴角则是露出一抹笑容, 他牺牲尊言, 差点给荣新宽当作狗, 终是到了收获的时候。 荣大人, 只是两人还没有出门, 便见一名林家家丁进来, 向着荣阳行了一礼, 我家主上请荣大人一物。 荣阳不由一愣, 这所谓的主上当然就是林霄阳了。 之前林霄阳一直在闭关, 没有顾得上接见他, 但六部天尊有资格让他等, 可他却没有资格让六部天尊缓一缓, 让他先去将自己的事情办完。 因此, 他一愣之后便点了点头, 请带路。 反正林家也不会搬走, 不急, 荣阳先去拜见林霄阳, 可没有想到, 林霄阳居然和他说了三天三夜的话, 敲定了一些合作的细节, 这才让他离去。 一回到住处, 荣阳就叫了九五天尊, 向着林城杀了过去。 他知道林城依附于林家, 但他不在乎, 相比于荣家的同盟, 区区三部级别的战力算什么。 他相信就是他将林家上上下下灭光, 林霄阳顶多也就是将他说上几句而已。 只是一会功夫之后, 两大天尊就来到了林城。 相比之下, 荣阳就要霸道多了, 他直接释放出天尊级的气势, 笼罩了整个林城。 然而让他郁闷的是, 虽然林城的人都在他的气势之下瑟瑟发颤, 却居然没有一个人太过慌乱。 靠, 这是怎么回事? 他却不知道, 当初张凯伦阁三叉五帝就去林城挑战, 这天尊气势对于林城的人来说真是不算什么了。 虽然即使九重天仙王也不可能抵御天尊气息, 但身体受不了, 在一致层面确实习惯了。 荣阳也懒得去细想着中间的缘由, 他不在乎。 林寒, 出来见本尊, 他开口道, 滚, 城中只是传出这么一个声音, 那是傲娇女皇, 呵呵, 敢对本尊说这个字的人, 要么还没有出事, 要么已经死了。 荣阳冷笑道, 直接出手, 向着林城按了过去。 嗡, 一只御手探出, 瞬间就化为滔天巨爪, 向着天空中迎去。 哼, 两只巨大的手掌拍在一起, 御手立刻崩碎, 荣阳的大手落下, 继续向着林城按去。 嗡嗡嗡, 一只又一只大手或是巨爪纷纷从城中打出, 迎向荣阳的大手。 哼哼哼哼, 这些攻击仿佛躺臂当车, 撞上荣阳的大手立刻崩碎, 但这些攻击数量极是可观, 当荣阳的大手真的落下时, 造成的破坏力就十分有限了。 哼, 整个城市都是聚颤, 大量的房屋倒塌, 但并没有造成太大规模的破坏。 毕竟女皇第一级就已经将荣阳的力量化解了至少三成。 嗯, 荣阳亚然, 她没有想到林城中居然有那么多的天尊, 但无所谓, 这些天尊中最强者也不过三步。 第2838章不敌, 林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天尊? 巧得很, 与皇既无名, 原生天尊等强者结束了这一次的冒险之旅, 刚好在昨日归来。 羞羞羞, 一道道人影从城中飞射出来, 傲立于天空中。 原生天尊, 既无名, 羽皇, 火芙蓉, 大黑狗, 还有女皇, 不是一步就是二步, 境界最高的当属原生天尊, 已是三步, 毕竟是天地孕育, 在先天上超越了任何一个人。 一群土鸡娃狗, 荣阳毫不在意, 他是四步, 全力出手的话, 这些人哪怕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听到没有, 滚, 吕皇轻喝道, 荣阳扫过一眼, 不由地眼神一亮, 女皇的风姿太动人了, 让他亦是忍不住心促动摇。 不过, 他毕竟是四步, 哪会这么轻易就陷入美色之中。 荣大人, 这便是杀害荣新宽的凶手, 九五天尊事实说道, 荣阳点点头, 露出一抹亚然之色, 虽然他早有这样的猜测, 但没有想到女皇居然如此美丽雍容。 他表情森然, 你胆子不小, 连我荣家的人也敢杀。 杀了就杀了, 哪来这么多的废话? 李在啰嗦, 将你也一起宰了。 吕皇不耐凡帝说道, 他才懒得去说是荣心宽先杀了凌家的人。 有什么关系吗? 他想杀就杀了, 真是狂妄, 荣阳摇摇头, 这女子逞胸在前, 现在见了她居然还是这么嚣张, 以为自己是七步至高者吗? 他站在天空, 俯视众生, 你, 自扶双手, 去我荣家领教。 再让凌寒出来, 将天尊符号献上, 这件事情, 本尊也可以不再深究。 这里毕竟是凌家的地盘, 他也不是荣心宽这个木空一切的家伙, 所以留了一些余地, 不想搞出图城这种事情来。 滚, 吕皇便是一巴掌拍了过来, 尽力化成一只白玉巨掌, 铺天盖地。 放肆, 荣阳真的怒了, 小小的二部, 就算拥有三部战力又如何, 在四部面前就得恭恭敬敬的。 他也出手, 向着女皇阵去, 四部出手, 三部战力怎么匹敌, 原生天尊, 继无名等人纷纷出手, 与女皇联手共敌荣阳。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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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天尊在天空中大战, 轰得天地失色, 虚空成片大片地崩塌, 然而, 便是女皇她们仍多是重, 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她们仍是只有不敌的份, 被荣阳以意义之力压制, 个个都是违在旦夕。 她们已经全力以赴, 天尊符号, 宝器, 秘书都是一一运转, 可面对荣阳的无敌之力, 她们却只有被不断重创的份。 包括女皇在内, 众人都是伤痕累累, 全靠一股气撑住, 这才没有崩溃。 然而, 一直在强横也不能当饭吃, 总有支撑不住的时候。 你们惊怒本尊了, 荣阳森然说道, 面对四步强者, 这些人居然没有一丝丝的尊重, 让她杀一滋生。 死, 她一掌拍出, 啪, 一顿时被打飞, 浑身喷出了一棚血雾来, 直接从天空中掉落下去。 这还是因为女皇等猪人联手挡下了一部分的力量, 否则的话, 四步一击, 一步还能活得下来。 下一个, 荣阳盯上了季无名, 她并不在意一击有没有将一轰杀, 她要的是碾压众生的效果。 哼, 众人无法阻挡, 既无名也被拍飞, 一条手臂被灵力的进气直接撕断。 荣阳仿佛魔神, 她太强大了, 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无敌之威, 将女皇, 袁生天尊等人打的是伤得伤, 惨得惨。 众人漠不生起一股绝望之意, 实力差距太大了, 这不是人数可以弥补的。 如果非要用数量来弥补的话, 那他们的人数至少还要翻十个倍。 这境界越高, 天尊间的实力差距就越是大, 多掌握, 少掌握一道原世界的本质力量, 真是相差太大了。 林家呢, 难道做看荣阳肆虐, 即原杵, 爹, 您真不打算出手吗? 林飘雪问道, 林肖阳笑了笑, 不用我出手, 可是, 不用担心, 我感应到了, 那小子快要出关了。 林肖阳拦住了女儿的话, 而且, 这些人经历了一番生死危机, 对于他们也有好处。 林飘雪点点头, 他当然相信父亲的判断力, 他说林寒快要出关了, 那林寒就肯定快要出关了。 经历长达两百多亿年的苦修, 林寒终是将修为推进到了一步巅峰, 现在他有资格冲击二步了。 这还是一步, 从二步开始, 我不但要修六种本质力量, 还要继续提升未面之力, 无疑速度会更加地慢。 林寒叹了口气, 但随即便将这的问题放到一边。 难道慢就不突破了? 于别的天尊而言, 从一步迈进二步, 其实难度和九重天迈进天尊差不多, 都是从零开始, 无比艰难。 然而对于林寒来说, 这确实是小时益装。 因为他早就已经感应到了虚子, 并且以虚子能量淬炼了体魄, 让他在先王的时候就妖孽无比。 现在, 他要做的只是再次抽取虚子能量, 化为己用, 并能直接调用。 翁, 他的意识在天地间蔓延, 瞬间便捕捉到了无数的虚子。 他的修为越高, 神魂的强度自然也越高, 可以接触的天地就越广。 这就好像他的神世是一张网, 网越大, 捕捉到的鱼自然越多, 虚子便是这鱼儿。 来吧, 来吧, 翁, 他的身体一颤, 意识居然出现了分叉, 一部分进入了一个未知的空间。 他立刻意识到, 这是虚空, 轰, 虚空中无比的狂暴, 这是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的物质, 只有六大本质力量。 虚子, 横子, 戒子, 纳子, 红子, 夸子, 六种本质力量都在其中, 但灵寒现在只能感应到其中的一种。 怎么回事, 他明明没有将意识注入虚空, 怎么会突然跑进虚空来的? 灵寒在震惊之余, 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这代表着他无法完美控制自己, 会出大问题的。 突然之间, 他生起一股无法形容的悸动。 虚空之中, 一道黑色的链铁抽了过来, 不, 说是触角可能更加形象一点。 狂乱, 灵寒立刻反应过来, 只是怎地这么巧, 他的意识才刚刚进入虚空, 狂乱就已经追踪到了他。 他根本不可能匹敌狂乱, 连忙将意识疯狂地收回来。 咻, 他的意识退出了虚空, 只是差了分毫, 狂乱的触手就要碰到他了。 第2839章 灵寒战荣, 灵寒松了口气, 只觉冷汗层层落下。 好古怪, 为什么他总能遇到狂乱? 嗯, 他唯唯一争, 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还有女皇等人散发出来的紧张、 恐惧等情感。 有敌人, 他又怒又惊, 这可是邻家祖地, 怎么会遇到敌人的? 但女皇他们遇到危险, 他又哪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立刻腾起身形, 哼, 他直接穿破了乌雨, 飞升入空。 哼, 荣阳一掌正要拍向女皇, 却只觉一股可怕的气息袭来, 让他不寒而栗。 他连忙收回了攻击, 宁神以待, 因为他有一种感觉, 若是被对方轰上一记的话, 以他的护体之力是挡不住的。 灵城, 居然还有这样的强者, 灵寒, 灵凶, 四弟, 吕黄等人默不惊呼, 充满了惊呼, 在他们的心目中, 只要灵寒出现, 那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轻松解决。 你就是灵寒, 荣阳盯着灵寒, 筐, 天地起了感应, 正在降下大截对着灵寒狂轰乱炸。 他知道, 灵寒之前只是一步, 那么现在应该刚刚跨进二步才是。 区区二步居然就能够让他升起威胁之感。 他想到灵寒还在一步的时候就能匹敌三步, 那现在迈进了二步之后, 难道还能匹敌四步不成? 要知道, 就算有人在一步时凝聚了几十, 甚至上百个位面之力, 可以碾压同阶, 但随着境界的提升, 这个优势其实是在慢慢削弱的。 因为在天尊时每迈出一步, 实力的提升都是太大太大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步时实力对比是十比一, 但每提升一步就能增加十, 一百的战力, 那么,差距虽然还会有, 无疑会越来越小。 所以就算灵寒可以在一步时匹敌三步, 可当他迈进二步之后, 他的同阶战力一定会跌落许多, 要还能越两阶战斗的话, 这就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 他十分奇怪刚才自己产生的那股感觉, 为什么会对一个刚刚突破的二步产生忌惮, 让他无法相信。 哼, 不过, 回答他的并非是灵寒的话语, 而是对方的拳头, 充满了霸气, 怒意, 还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大气, 仿佛这个世界, 步, 是整个原世界都能一击而溃。 他挥拳迎击, 哼, 巨大的力量撞击, 两个人都是身形一阵, 其其向后跌飞, 显然力量是在一个层次之内的。 四步, 果然是四步之力, 荣扬吻下身形, 还真是霸道, 杀了我荣家的人, 却是半点愧疚之意也没有, 反而咄咄逼人。 凌寒目光一扫, 已是看到了九五天尊, 他虽然不知道事情的曲折经过, 却已经猜到了, 这必然和九五此人脱不了关系。 别说这么多, 先打上了一顿, 他冲了上去, 居然敢对自己的妻子, 朋友, 兄弟出手。 他就算不将荣扬轰杀了, 也要将对方打成弱智。 荣扬不能不接, 只得与凌寒对轰。 两人的力量层次相当, 但还是荣扬要更强一点, 毕竟他的境界就是四步出席, 再加上一步时融合了三十多个位面之力, 战力可比四步后期, 自然比凌寒强了。 但当凌寒运转出怒拳之后, 他的劣势立刻扭转了过来。 这是凌寒自己悟出的天尊术, 最最适合他自己, 将他的战力提升到了四步后期, 足以与荣扬抗衡了。 不, 怒拳的权益就是暴怒, 而现在凌寒正是最最发怒的时候, 每一拳挥出都是超水准发挥, 甚至有接近四步巅峰的战力, 让荣扬不得不也运转天尊法来对抗。 这下, 两人打成了平手, 两人打着打着, 火气都是越来越大, 目部寄出了天尊宝气, 加持了天尊符号来提升战力。 荣扬的眉心有一枚模糊的符号闪动, 战力立刻飙涨了十几倍。 这显然不是传世七符号之一, 至于是荣扬自行物出来的, 还是得自古遗迹, 又或是荣天玉从是海中割舍出来传承给儿子的, 那就不知道了。 灵涵也不甘示弱, 他也运转了一枚天尊符号。 这不是之前他得到的十三枚符号之一, 而是他刚刚突破二部的时候, 再是海中自行浮现出来的。 第十四枚天尊符号, 翁, 他的战力立刻提升了二十九倍, 这非常恐怖, 要知道单一的天尊符号中, 哪怕第八符也只能让他提升二十七倍的战力, 也就四项符组合了之后才能让他的战力提升三十九倍, 超越了这第十四符。 最最重要的是, 这第十四符现在居然还是残缺状态, 就好像之前的第八符一样。 那这修复之后, 会让他的战力提升多少倍? 四十倍, 五十倍, 灵涵长啸一声, 右手怒拳挥舞, 左手则是斩动心魔剑, 将战力催发到了极致。 如此一来, 差距就明显了, 荣扬不敌, 荣扬无法接受, 他堂堂四部天尊, 居然不敌一个二部。 他知道, 这主要是灵涵掌握的天尊符号层次在他之上, 而且不是一星半点, 是很多很多。 他咬牙苦称, 天尊符号只能放能一个时辰, 只要他可以称过这段时间, 他就不相信灵涵还有第二枚高阶天尊符号。 到时候, 他一定可以反败为胜, 因为他可是堂堂四部天尊, 掌握的高阶天尊符号数量会比灵涵少吗? 哼, 他被重重地轰重一拳, 只觉脸上火辣辣的生疼, 这让他暴怒, 发出大吼。 燃病卵, 砰砰砰, 荣阳不断地挨打, 灵涵的全力太霸道了, 每一集下去都让他的身体发颤, 骨头都要碎掉了。 他咬牙坚持, 难道他连一个时辰都无法坚持到吗? 吕黄珠人则看得解气, 他们每一个人都被荣阳重创, 现在看到荣阳矮揍, 心情当然愉悦了。 不过, 荣阳的韧性真是惊人, 他居然生生熬过了一个时辰。 哈哈, 你还有如此高阶的天尊符号吗? 荣阳大笑, 他认为这就是灵涵在狱外战场上得到的那枚天尊符号, 为无数三部天尊的血肉精华孕育而出, 高阶一点也很正常。 该到我了, 他也耗尽了一枚天尊符号, 立刻又加持了一枚, 这虽然比不得第一枚那么惊人, 但还是让他的战力飙涨了十四倍。 哼, 他与灵涵对轰一击, 整个人顿时倒飞了出去。 什么, 荣阳傻眼了, 怎么他的战力还是不敌? 一个刚刚迈进二部的天尊, 怎么可能拥有一个以上的高阶天尊符号呢? 第2840章拿下95, 我我在扛, 荣阳在心里发狠了, 他就不幸灵涵掌握的高阶天尊符号比自己还多。 只要他扛到灵涵的高阶天尊符号用完, 到时候就可以轮到他发威了。 砰砰砰砰, 他继续挨揍, 挨宝揍, 很快就头破血流, 断腿残壁, 那叫一个凄惨。 但对于天尊来说, 只要本源不伤, 是海不破, 那一切都可以迅速恢复, 这已经跳突出了规则的范围, 原世界的本质力量拥有无比神妙的作用。 然而, 这只是让荣阳更能挨揍罢了。 又一个时辰之后, 荣阳心中充满了期待, 他要反击啦。 呃, 林涵又运转出了第九幅, 之前运转的两枚天尊符号都是他突破境界时自行浮现出来的, 第九幅则是得自域外战场, 由无数的三部天尊血肉所明。 第九幅的力量加成只有15倍, 远远比不得第八幅的27倍和第九幅的29倍, 但对于也用掉两个高阶天尊符号的荣阳来说, 确实压力十足。 他所使用的第三枚天尊符号只能加持13倍的力量, 虽然与林涵已经站在了一个层次之中, 但若就是若, 没什么好说的。 因此, 他依然处于劣势, 只是挨揍的次数少了许多。 荣阳要疯了, 到底谁才是六部天尊的儿子? 到底谁才是四部天尊? 他怒吼, 但这丝毫不能扭转自己的劣势, 还是在挨打。 不过真是不得不承认他的任性, 被揍成这样还在顽强地战斗着。 林涵不有点头, 顶级天才确实不凡, 至少在意志力方面, 哪一个都是坚韧不拔的。 不错, 可以让他做得更加过瘾了。 在一个时辰之后, 荣阳目光森然, 你还有高阶天尊符号吗? 我便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底韵? 翁, 他的背心有八枚符号同时发光, 同时运转八个天尊符号。 疯了吧, 天尊符号的威能又无法叠加的。 林涵却是眼神一紧, 荣阳当然不是这样的傻子, 那么他同时运转八枚符号只能证明了一点。 他掌握了组合符号, 八枚啊, 这太惊人了吧。 哼, 荣阳出手, 却是让林涵吃了一惊。 不是威力太大, 而是, 太小了, 仅仅将他的力量提升了十几倍。 那可是八枚天尊符号啊, 林涵想了想, 明白了, 这应该是八枚低阶天尊符号, 林涵不是将天尊符号划分成了九个级别吗? 那这就应该是第九流的, 每一枚符号的加成效果都在十倍以下, 所以八枚组合, 将力量加成提升到了十几倍去。 不要小看了, 因为这原本都是第九流的天尊符号, 但组合一下就迈进第八流去了, 已经很不简单了。 荣阳非常自信, 林涵已经用掉了三枚天尊符号, 一枚是第八流的, 两枚是第七流的, 那就算还有, 丙都也是第八流的。 他这组合符号可是将他的力量提升了十九倍, 快要迈进第七流了, 绝对可以压制林涵下一枚天尊符号。 哦, 这底蕴, 也不咋地, 林涵摇摇头, 一拳轰出中, 头骨盆骨臂骨, 腿骨同时发光, 各有一枚符号闪动, 虽然模糊, 却散发着一股至尊霸气。 通, 一拳打出, 有四神兽出现, 化成了实质, 无比可怕。 什么, 荣阳大吃一惊, 现在的林涵一下子将力量提升到他只能仰望的高度。 别说林涵了, 就是单一一只神兽就拥有将他碾压的战力。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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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涵居然也掌握了组合符号, 而且层次远远在他之上, 只是四眉而已就已经将他的力量提升了三十多倍, 造成了对他的绝对碾压。 一连串的重击之下, 荣阳中是撑不住了, 被从天空中暴打落下, 砰, 他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身体直接将大地砸出了一个深坑, 完全看不到底。 林涵身形落下, 四符号消失, 他的目光则是向着九五天尊看去。 九五不由地心脏一阵猛缩, 他知道林涵妖孽无比, 这也是他无论如何也要将林涵干掉的原因,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林涵的冲劲会这么足, 不但超过了自己, 连四部的荣阳亦能轻易碾压。 怎么办, 怎么办, 他的额头不由地流下了汗水, 这一生他也经历了无数的危机, 早在还没有成为天尊之前, 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莫不是靠他的实力机制和运气化解了。 现在, 实力远远不及, 机制估计也无用武之地, 林涵会听他的辩解吗? 只能靠运气了, 但运气这玩意太不靠谱了, 难道现在会突然冒出一个五不天尊, 勒令林涵停手吗? 五不天尊没有, 但六不还真有一个, 只是林肖阳显然没有出面的意思。 林涵, 砰, 荣阳从地底飞射而出, 他断手断脚, 浑身欲血, 可战义却是冲天而起, 他怒瞪着林涵, 丝毫没有霸占的意思。 林涵转头看了他一眼, 我看, 你也是为人所蒙蔽, 而这个小人, 正是他。 他一指九五天尊, 九五天尊横了一声,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林涵, 你不要太放肆了, 荣大人可是六不天尊荣天狱的独子。 他要用六不天尊来压林涵, 荣阳则深怒持一声, 这是我的战斗, 休提我父。 林涵哈哈大笑, 向荣阳道, 你还算是快硬骨头, 我敬你三分。 身形则是窜出, 向着九五天尊杀了过去。 你的对手是我, 荣阳并不领刑, 劫及林涵, 九五天尊连忙退, 他哪可能是林涵的对手。 林涵直接运转了四项符, 砰, 他一拳就将荣阳打飞, 然后即追上了九五天尊, 伸手向着对方的脖子抓去。 九五天尊差点气疯了, 他可是天尊, 而且还是三不, 你居然用老鹰抓小鸡的方式欺负他, 这是对他有多么的不屑。 可他却是一个屁也不敢放, 连忙利用荣阳攻击产生的一线机会逃命。 但是, 实力差距那么大, 他怎么跑? 一股距离很快袭道, 让他背上的寒毛全部竖了起来。 跑不掉的, 他在心中跟自己说道, 只能被迫回头一站, 轰, 他既出了天尊宝器, 也运转了一枚天尊符号, 但这是传世七符号之一, 只能加持四倍的力量。 这别说对抗四项符, 就是林涵不运转任何的秘数, 只是轰出四步级别的力量, 那也不是九五可以体敌的。 砰, 他的反击立刻土崩瓦解, 林涵的大手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已是将他的脖子捏住了。